她是一名英姿萨爽 沙发果断 令人闻风丧胆的长盛女将军 地场意外 让她穿越到22世纪 成为明星圈内人人喊打的24线黑亮明星 还没等众人反应 她就轻松跳上10米高楼 单手KO武打明星 惊呆剧组众人 就连高楼顶流影帝都成为她的长期饭品 轻松机身顶流 在75届帝国电影集上 现场热闹非凡 有请本届重量级嘉宾博弈版 随着家常版劳差来差的到来 道路两旁围满拍照的粉丝 只见一戴墨镜的帅气男子缓缓走出车外 现场女粉纷纷尖叫 博神好帅 现场签名留念后 主持人再次开口 有请下一位嘉宾登场 现场的大荧幕出现公酒的画面 博一白抬头望去 她就是今年来表现不俗的人气小花 台下瞬间就有很多人开始质疑 这陪酒咖也赶来蹭电影节的红毯 主办方有毛病吧 竟然把她和我们的博神安排在一起 此时的公酒经纪人正在焦急地打电话 这个时候人到底去哪里 还不接电话 然而在意废弃的工厂 喂 妈 我被绑架了 不打钱他们就要四票 然而电话那头传来的就是冷冰冰的话语 你这温神 死了也好 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显然现在就连她的老妈也成为她的小黑子 电话再次拨出 喂 安然 我遇到点困难 能借我1500W 话还没说完 电话那头再次挂断 啪的一巴掌就打在她的脸上 好歹是个女明星 这点钱都搞不到 干脆让哥们几个开开婚 只见公九用膝盖朝男子当步用力一顶 发出淡碎一地的声音 刚刚还在嚣张的小混混就藏着满地打滚 给我狠狠地整她 还没等公九逃两名远 身后的大汉拿起钢筋 就朝她的脑瓜猛地砸去 只听喷的一声 操 刚刚那一棍把她送上南天门了 金主说是要她的不雅照 你问一下死人的不雅照行不行 几个小混混还在议论后事 丝毫没发现一撮绿色的光效缓缓 进入公九的身体 只见她的眼睛慢慢发出绿色的光芒 突然刚刚还躺在地上的公九 竟然诡异地坐了起来 等打电话的光头反应过来时 一切都晚了 我去 什么情况 二百斤大壮汉在公九手上 竟然如此轻松地就被掐了起来 光头拿起钢筋 原来刚刚是装死骗了 公九一眼望去正要冲上来的光头 开启脚猛的一踹 直接就被踹飞八明远 狠狠地撞在墙上才停下来 此时公九一把抓住 刚刚被踹飞的钢筋 快速地来到光头身前 刚才打我的就是你 直接公九高高举起铁棒 做出一副真要攻击的姿势 我去 好快 哎呀 饶命 光头吓得头发都掉光了 忽然手机的震动声响起 只听哐当一声 公九手上的钢筋 直接插入水泥地面内 看着能发亮的智能手机 公九这才反应过来 结合这具身体生前的记忆 我这是穿越了 此时一旁的光头吓得浑身贪软 刚刚真的离死亡就差那么冰点 小喽啰欺负 算你小子走运 是法律救了你 这里杀人是犯法呢 那敲晕吧 既然让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穿越到这具和我同名人的身体上 你就安心的走吧 公九来到玻璃窗户前 咱俩都不算好命 你剩下的人生让我来帮你走下去 那些债 我替你一讨回 堂堂帝国女战神 刚从末世穿越到现代 原生竟落魄到被一群小喽啰欺负 只见他全身散发绿光 三下午昨儿就解决掉这群小卡拉米 另一边博一白参加完电影节后 正坐车回去 博总 这点心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你一整天都没吃饭了 说好听点是自律 要不你还是去查查是否有厌食症 博一白明显对这些食物提不起一丝兴趣 不吃我吃 对了博总 公九今天缺席的事 我看网上很多人都在讨论 最近他的黑料非常多 圈内都对他避之不及 看着挺正经的 被地里惊完这么大 吵死了 别在我面前议论旁人是非 司机发现异常 老板 有车一直跟踪着我们 好像是之前的私生饭 甩掉他们 是 此时的公九经纪人终于打通他的电话 天啊 你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都没来 那可是和博一白同台的机会啊 哎 饿死我了 没想到公九对和博一白同台的事如此不在意 现在还想着补充体力 电话那边经纪人直接气得吐息 突然吞的一声 拦截我先挂了 只见一辆家常版豪车撞碎高架桥栏 从三十米高的桥上掉落下来 现场浓烟滚滚 正是博一白的作家 车里满是玻璃碎渣 车内的博一白生死不明 浑身是伤口 啊 好冷 只见一块长长的玻璃碎片插入他的胸口 难道我今天要死在这了吗 公九呆呆地看着车内昏迷不醒的男人 浑身上下满是番茄汁 如果不及时施旧的话 不出十分钟必然架和吸取 然而车门被死死地卡住 如果是以前的他肯定毫无办法 可现在不一样 净徒手就将眼前的车门给卸掉扔了出去 长得挺帅的吗 还好遇到了我 只见公九抬起右手 一股绿色的治愈之力从手心流出 然后按在男人的胸口上 随后暗暗庆幸到自己的异能还在 只不过这具身体实在太虚弱 快撑不住了 三十分钟后 男人意识逐渐恢复 公九 是他救了我吗 博一白看着怀里的女人 一时也看不透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难道真像网上流传的那样不堪吗 突然一声咕咕咕的声音从公九肚子发出 啊 好啊 给我点吃的 没等博一白听清他在说的什么 公九就闻到一股香甜的汗臭味 公九下意识地尝了一口 随后对着凸起的部位狠狠咬了下去 刚清醒过来的博一白再次被痛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 已是K市医院 助理一旁照着他帅气的脸庞 还好没破响 这次真是太幸运了 博一白穿起衣服 露出胸前的牙印 助理看到博一白身前的咬痕 瞬间压麻呆住 这铁树什么时候开得花了 此时博一白脑海里 全是昨天女流氓在他怀里吸吮的画面 简直就像一只小猎犬 想着想着竟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 这感觉似乎还不错 女战神穿越现代第一天 舅舅下出车祸的高冷隐蔽 由于原生身体太虚 施法救人导致体力耗尽 昏睡在博一白的胸前 博一白以为遇到了女神降临 却没想到是个女流氓 再次醒来的公九 肚子饿得咕咕咕的叫 随即一口咬在博一白的特殊部位上 刚刚恢复苏醒的博一白再次疼晕过去 到医院后 助理发现博一白看着胸前的牙印傻傻吃笑 你果然在外有女人了 为什么不及时和经纪人报备 也不知道引固影响明天的拍摄进度 你反应有点不正常啊 博一白用手推开助理的大脸 帅哥的事情别管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好的好的 我马上去帮你看看 博一白来到窗户旁 医院门口果然蹲满了记者 喂 你走错了 助理一把抓住博一白的手 你不会要去找公九吧 被记者拍到你可就解释不清了 公九救了我们 我要去看看他现在的情况 说吧就要去找自己的小猎犬去 此时的公九还在干饭 这已经是他吃完的第四十分 经纪人蓝姐一旁 鸡里呱啦的说个不停 完全没发现公九的眼里只有美食 这个世界的食物太棒了 记得上是全球低端气候环境 营养剂是人类唯一的体力补给 像西兰花这种美食 他以前可都是只在古籍里见过这些 原来真的如此美味 此时的蓝姐终于忍受不住了 你竟然还吃得下 你现在的近况公司都准备雪藏你了 你上点心好吗 我很上心的 能不能再来份饭 让我吃饱了再想办法 看着堆积如山的餐盘 蓝姐真心怀疑公九这是被打傻了 公九接过餐盘 拿起鸡腿猛的一吸 太香了 环说中的鸡腿 门外偷瞄的薄一白 情不自禁的咽了咽口水 以他这种有轻微的厌食症的患者 看到任何山珍美味都提不起兴趣 可见到自己的小猎犬吃得这么香 他竟然有种想吃的冲动 随后推门进入房间 蓝姐一脸震惊 Oh me God 国神 打扰了 我是来向公九表示道谢的 非常感谢你昨天的香酒 不客气 二人的对话直接献煞蓝姐 我是在做梦吗 二人简直跟那个阿多尼斯 对上美杜莎一样 公九竟然能和国神的气场不分上下 而两人同时打量起了对方 这种漂亮小奶狗在漠视里 可活不了几天 为了报答你条件随便你猜 我会尽力满足你 反而公九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 不停地扫尸着薄一白的身体 发出黑黑的笑声 薄一白心里咯噔了一下 突然想起昨天那一幕 果然是个色女 于是冷漠地说道 不包括肉肠 那报销我一个月的饭钱 一旁的经纪人蓝姐 被公九的回答惊掉下巴 你这在瞎说什么 这是侮辱我心中难审 嗯 可以 我我我 竟然答应了 公九好奇地凑了过来 好在薄一白手速不错 让公九扑了个空 公九问他刚刚音效什么呢 结果两人不经意地对视 竟让冷酷的薄一白 害羞地转过了头 而公九只是注意到 他的伤口似乎已经愈合 随后拍了拍男人的胸口 顺带揉了揉 不错嘛 不枉我耗费气血救你 经纪人蓝姐瞬间崩溃 天啊 公九你在干嘛呀 快住手 突然门口传来吵闹的声音 几名开着直播的记者 闯了进来 救命 公九在干嘛 几人都没想到 这尴尬的一幕 竟然被狗仔拍到 蓝姐迅速反应过来 冲了上去 不要拍 不要拍 顶留明星薄一白 为答谢恩人的救命之恩 亲自来到恩人的病房 甘愿成为恩人的长期饭票 没想恩人竟然是个大色女 不是动给咬 就是动手摸 正当公九沉浸在 丝滑的手感中时 突然一名正开直播的记者闯入 二人的奇怪动作 被当场直播 直播间瞬间火爆 公九助手 放开你的闲猪手 也有人评论觉得 他们俩颜值挺搭的 总之都想听听 博神是如何解释的 只见博神上前问道 你是何人 直播的黄毛记者回答 我是某某娱乐记者 蓝姐瞬间上前阻止 记者也不能 私闯别人的病房吧 我一白站起来 正准备做些什么 竟被比自己矮一头的 公九起身挡在身前 这点小事 可不能让金主爸爸动手 万一他不高兴 我的长期饭票跑了咋办 蓝姐上前阻挡设想 却被男子用力一推 滚开 瞬间撞翻公九 还没吃完的饭菜 还好在公九 及时伸手蓝腰抱住蓝姐 二人四目相对 你没事吧 天哪 公九这眼神简直太撒了他 平时公九可都是一副 唯唯诺诺小菜鸡形象 经纪人蓝姐 没想到公九还有这魅力 这还是我印象中的公九吗 食物被刚才的撞击 打翻一地 直播摄像正好 对着满地的食物 直播间再次吐槽起公九来 这饭量简直就是饭头 公九上去就是个擒拿手 直接把黄毛记者摁倒在地 公九看似没用力 实则的确也没用力 可黄毛已经痛得满头大汗 整只手直接脱臼 打翻我的美食 还当面直播黑我 我看你另外一只手 也别想要 情急之下 黄毛这才交代 是有人买通了我来黑你的 公九这才松开手 救命 你明星打人了 黄毛边撤退边大喊 却被门口的博一白拦住去路 麻烦博老师 让一下 看着博一白的审判之眼 黄毛瞬间如坠冰窖 假冒记者侵犯他人 隐私造谣诬陷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来了再走吧 黄毛心虚的脸通红 你有证据吗 只见博一白 直接掏出手机 怼在他脸上 刚才在房间 我都有录音的 还想狡辩的黄毛大声喊着 我是被迫的 是公九先打人的 我的手臂都被他弄断了 殊不知此时的公九 正拿着手机 对着黄毛直播 可镜头中 黄毛胳膊行动自理 原来公九在放开黄毛的盆时 就帮他把脱臼的手臂治好了 一时间评论区都在骂他不要脸 黄毛自知理亏 灰溜溜的跑啊 这讨厌的家伙离开后 博一白内心却充满各种疑惑 明明那惨叫声不像是装的 可那家伙的手却是完好的 就像自己昨天明明被玻璃扎贯穿胸口 醒来后伤口却完好如初 这两天发生的怪事 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畴 他是如何做到的 影帝的小猎犬终于摊上市了 路人纷纷黑转粉 就在一天前 自从医院病房内的时候 博一白和公九的不清白举动 已经高挂热搜榜七天 然而这期间的博一白 干什么事都力不从心 家中的电视播到着 受害女性成功反击逃脱 现场三名混混已经失去行动能力 这段时间可能与公九有关的新闻消息 他一个都没错过 连助理给他找的剧本 都马马虎虎的随便应付 当看到自己的小猎犬发图 第一时间就点开 原来是开始干饭了 吃得挺丰盛的 看完嘴角还不自主的微微一笑 怎么办 为什么看他吃的食物都好美味的感觉 这顿饭一共763元 助手暗暗观察刚想凑近看看 却听见博一白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要不要来份鹅干牛排法师大餐 不了 来份叉烧包 随即向小猎犬转账763元 次日 恒电影视基地 不倒 看我们多年的交情上 这次拍摄你就多在城堡面前 帮公九每言几句 我能帮自然汇报 你看公九的黑料 已经严重影响芯片的风景了 今天试戏如果过不了我也没办法 除非导演能正眼看他 兰姐赶紧笑脸迎合 是是是 咱们公九专业水平一定能通过试戏的 然而一旁的公九却语出惊人 我们剧组管饭吃吗 毕竟吃货的眼里干饭才是头等大事 傅导惊讶的不知如何回答 十分怀疑他只是过来蹭饭的 兰姐赶紧把他拉到一旁 我的小祖宗哎 关键时候你怎么满脑子都是吃的 可不 从末世饥荒年间来的 从没吃过如此美味食物 当然解释穿越者的身份 肯定是不能暴露可爱 反正我代谢快 这时兰姐发现公九正呆呆地看着前方 于是小声嘱咐她 待会进场时注意观察陈岛的脸色 然而并不知道此时的公九目光全在餐车上 来到拍摄现场 公九看见楼上有人被推了下去 可等她飞奔过去才意识到这是在拍戏 原来女人正是有着国民闺女之称的人气花旦桑田 这时走来一个男人 快起来吧 刚刚跳下的动作不到位要重拍 桑田委屈巴巴地甩开男人的手 还能被人欺负 可当她看到公九时就惊奇地发现 这不是自己在童星时期一起演过戏的女人吗 公九夸她刚刚落地的姿势不错 这两天我一直在挨骂 你是第一个夸我的 两人一拍即合 随后导演让公九来试戏 按照导演的意思是 待会公九要爬上十米高楼 一旁的男子拿来威亚让公九带上 没想直接被她拒绝 当大家还在笑话公九还没开始上就耸了的时候 她却开始做起热身运动 这引起了著名武打明星齐累的注意 大家还在调侃公九装模作样 待会打脸会很疼的 桑田帮公九骂齐累 你这样议论一个女孩合适吗 不料齐累并不知道收敛 可公九一个回头杀 就让齐累笑容僵硬 她这眼神中带杀气是怎么回事 怎么办 有点害怕 可她不能表现出来 于是强装镇定地喊出 有本事你就上一个给大家看看 只见公九将衣服递给桑田保管后 快速向墙体跑去 脚下用力一蹬 接着一个空翻 转眼间就跳上三楼楼顶 天啊 那也太酷了吧 这还是人类能做到的 当场惊得众人目瞪口呆 公九站在楼顶 眼神冷酷凌凌 刚才还等着叹笑话的齐累 此刻也被吓得身体硬直 被当场打脸 瞬间剧组上下都成为了公九的小迷妹 经纪人兰姐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下不就有好角色演了吗 然而这一幕被众人用手机当场记录下来 不出意外意外就要发生了 公九瞬间爆火网络 更是占领微博榜一 此时博一百也收到了剧组发来的照片 这才明白怪不得自己的小猎犬能吃那么多 听说剧组的伙食不好 记得给公九加餐 脸上竟是储逆和温柔 女孩特别能吃 而且吃饱后力大无穷 单手就将挑适的肌肉猛然力索地过肩帅 这次片场刚是完戏 公九就称一份盒饭不够吃 他要吃十份 没想片场大爷的饭都是按人头订的 没有多余的 公九沮丧地看着手中的这一份饭 记得在末世吃饭都是靠抢的 可惜现在是法治社会 桑田看出公九的不开心 还以为是因为齐磊刚刚的嘲讽 公九你刚才简直太棒了 那可是十米高的三楼 你就这么轻松上去了 公九敷衍到自己学过跑酷 这是一辆拖板车快速地朝公九这边驶来 是的是的 我也觉得你刚刚的身手真不错 哈哈饿坏了吧 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豪华午餐 有鸭神便当酸辣血花肥牛面 韩式炸鸡等等 整整一车美食 这边的桑田看出男子的别有用 无视线殷勤飞奸即到 江瑞泽 你刚刚还跟齐磊一起嘲笑九姐呢 不会和他一伙了吧 江瑞泽想说他明明是二哥介绍 但还是没说出口 就被桑九打断 没看九姐没空灵 有事先和我聊 我就是想问高手有没有兴趣 来参加我们俱乐部的攀岩活动 眼看桑田一直找茬 江瑞泽还是说漏嘴 我这是受人嘱咐 特意给他的恩人加餐的 公九瞬间明白过来 你们借过一下 哈哈 还是饭票靠谱 赶紧上前拍张 坐下来 哈哈 这下可以快快乐乐地干饭了 你看江瑞泽这小子真是坏得很 见九姐开始吃自己带来的食物 还想劝说他去俱乐部 没想借花献活的计谋 早已被公九识破 叫桑田拉走他 吃饱喝足后 九姐来到了练功房 伸了伸懒腰 吃饱这具身体才有力气 这时突然听到一句不和谐的声音 雷哥您慢点 只见一群掉毛吹捧着齐� 切 小弟还挺多的 看你似乎有两下子 可敢与我过两招 众人都知道这人既记仇又霸道 经常假借拍戏欺负其他演员 这部戏可是动作戏份很多的 你可要做好挨打的准备 九姐本想拒绝 可看他一副欠揍的样子就不爽 于是决定陪七磊玩玩 呵呵 你那点没用的肌肉在我眼里就像砧板上的猪肉 新手作都嫌有 众人被九姐的话做得哈哈大声 七磊还是投回在一个女人面前这样被数落 倍感没面子 说吧举起拳头就朝九姐冲去 老子今天就用拳头教你做人 九姐丝毫没把这废物放在眼里 只见他左手轻轻一挡 齐磊的权力一击之力瞬间就被卸掉一大半 如同打在棉花上 还没等他反应 突然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重重摔到地上 整栋楼都能听到齐磊杀猪般的叫声 地上的齐磊被九姐揍得凹叫 此时的桑田正在直播 开播不到十分钟 再现二十万人气 宝子们我现在就带你去我们的炼功房参观一下 江瑞泽惊讶她的人气 不愧是国民闺女人气就是高 传出一阵阵惨叫声 好像是练功房内传出的 直播间纷纷刷屏 发生什么事了 是什么声音这么惨叫 看来里面人正对戏队的热火朝天 桑田开着直播走进练功房 此时摄像头正对着弓酒 直播间再次刷屏 哇去 这姐姐好帅气 身材好棒啊 快转头看看 只见齐磊被弓酒打得跪在地上 阿西巴 再来 宝子今天还能栽到你的娘们手上了不成 只见齐磊不幸邪般的再次朝九姐冲去 不出意外 齐磊再次被酒姐拎起来就往地上砸 就这样齐磊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不断的被KL又不断继续冲上去 你打死 你打死 大约十分钟后 场内众人早已一脸猛逼 桑田才反应过来自己还在直播 赶紧关掉直播 要知道堂堂武打明星今天被一个女艺人揍成这样 演艺生涯是彻底完了 齐磊自知打不过只能无能狂弄 你今天把我打成这样我要见我的律师 结果公九拿出了手机 诺 刚刚的对话都有录音的 男人是一名武打明星 同时也是一名恶霸 这次他竟然想欺负一位十八线女星 想让他陪自己练练手 没想这次他却踢到铁板了还不知反省 还在公九面前叫嚣 然而下一秒 你打他 你打他 十分钟后 鼻青脸肿的他终于认输 打了这么久 一直都是自己被挨打 连公九一脚都没碰到 不打了 呜 鼻子出血了 我要见我的律师 结果公九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刚刚的话我可是都有录音的 直接就对在了齐磊脸上 齐磊瞬间认错 而这时导演推门而入 齐磊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神气 你们剧组就是这样对待男主角的 这戏我试一秒也拍不下去了 这剧组有他就没我 说完就转身要离开的样子 导演立马大发雷霆 公九看你干的好事 快去向齐磊认错 否则滚蛋 公九一脸不可思议 明明是齐磊有错在先 凭什么自己要认错 公九拿起刚刚的录音 打好备注点击保存 哈哈蓝姐别担心 没准很快我们就能发笔横财了 次日舞蹈室里的桑田 还在为公九的事担忧 这齐磊真是太影响了 一点小伤又是叫救护车 又是住院 身后的江瑞泽忙成大忙人 我说甜甜大网红 你还是担心担心自己的戏吧 我可是牺牲我的休息日 来陪你加练的 见江瑞泽为自己的事 忙得满头大汗 桑田意识到是自己的错 赶紧鞠躬认错 对不起 今天麻烦你了 突然的鞠躬让江瑞泽 有点摸不着头脑 哈哈 加点班算什么 你好好练习就行 上次拍坠楼的镜头 陈导不太满意得不拍 今天就只练这个扬导的动作就行 想起那十米多高的楼顶 桑田不由的双腿开始打战 还好在江瑞泽的耐心指导下 桑田终于克服困难 这时微博上神秘女武行 暴揍齐累的事件不断发酵 很快就上热搜榜一 博一白看着微博上的热搜 暗暗感觉事情的不一样 评论区很快就有人扒出女武行 就是公九 然而更多的是关于公九的负面评论 果然有人在引导事件 嘲笑猎犬不利方向发展 然而齐磊的工作室也第一时间发出声明 齐磊暂停演出 凶徒 难以好 这是博一白的助理 为他专门端来剧组的合饭 博一白赶紧问助理 之前是不是递给他凶徒的剧本 有的 但票房风险较大 一开始就被拒绝了 我一白点头 是有点风险 但值得一试 对了老板 前几天答应江岛欣喜的客串 这两天就可以安排拍摄了问你有空没 先空着 我有新的安排了 嗯 好的 那我先和江岛对接一下 糟冷男神化身贴心冷男 只因自己的小猎犬被人诬陷 就立马推掉所有的拍摄任务 来到公九剧组 从江瑞泽口中得知自己的小猎犬 现在过得挺好 还收过一大批小迷妹 伯神才终于放下心 可不 公九现在在剧组可受欢迎了 剧组众人苦其累久矣 他只是为名除害 伯一白看了看时间 现在应该到吃饭时间了 可不是吗 午饭时间一到 干饭人公九永远不迟到 伯一白望向窗外 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只见窗外公九突然闪现 我要九份盒饭 送饭的大爷惊讶小姑娘的饭量 身后的蓝姐直呼公九你慢点 我跟不上 而公九眼睛发亮 这剧组饭菜就是香 几天都没重样 伯神转头看向放在面前的盒饭 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还是一脸期待的打开盒饭 江小弟一脸惊讶 电视症患者竟然吃起了朴素的盒饭 而伯一白加起一坨米饭 望向窗外 看到公九正在大口发饭 突然就胃口大增 吃下一口饭 嘴里还嘟囔着我在看直播下饭 这时江小弟突然发现 齐磊竟然在直播间卖饭 明显在给公九拉仇恨 没想伯一白并不担心 江小弟一脸问好 他可是你恩人 你就这样不管不顾吗 他要是对危机毫无准备 就不叫公九了 果然有吃有喝的公九正欢快地自拍着 我一白下一秒 就收到公九日常吃喝的打卡照片 然而这边齐磊收到手下的电话 练功房的监控记录已经被清除了 很好 现在只要销毁公九手里的录音 到时候就凭我一张嘴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是时候打电话给公九经纪人了 喂 蓝姐 方便聊聊吗 这个全身打满绑带的男人究竟有多坏 因为经常欺负人 没想到这次欺负的对象是个硬查 终于遭到报应了 然而齐磊贼心不死 为了拿到公九手上的录音 竟然打起他经纪人蓝姐的主意 蓝姐 你别紧张 我听说你带公九好几年了 这种脱油瓶一起工作很累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得知是齐磊的电话 蓝姐第一时间就打开了手机外音 哈哈 这下齐磊的一肚子坏水全被公九听得一清二楚 夜晚回到住处的公九拿起笔记本电脑 就是一顿敲击 蓝姐突然开门 我刚才已经和齐磊见面 按照我们的计划把录音文件都交给了他 这是他打过来的money 公九定睛一看 好家伙 这才出去一趟就到账五百搭不了 二人开心了光复雀跃 这点money对齐磊不算什么 就当劫富济贫了 今天我请客吃夜销你随便点 不用给姐省钱 那我就不不客气 只见公九疯狂下单 一口气狂点九份螺丝粉 点在手机屏幕上 腾在蓝姐心 好了 只见公九终于起身活动活动生物 是时候给齐磊好好地上一课 以为把我所有的证据都拿走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可惜他算漏了一点 从漠视来的我 还有什么数据是不能被我恢复的 原来刚刚他已经将所有的监控记录给恢复了 蓝姐惊讶 你什么时候成为黑客了 殊不知从漠视过来的他 只是恢复点监控数据 对他而言实在是大财小用 公九甩了甩刘海 一个合格演员的机操了 而此时的恒电大酒店电梯里 博一白在电梯内疯狂地刷着手机 全都是刚刚被爆出来有关公九的黑料 各种大尺度不入流的辟图全是针对公九的 他眼神冷淡 迅速猛戳屏幕投诉 随后又掏出手机 开始刷给公九爆打齐磊的帖子疯狂点赞 而当他一抬头 电梯进来的不就是公九吗 他穿成粉色托耳朵睡衣 好可爱 咦 波老师 你怎么在这里 害羞的博一白赶紧转过头去 这两天刚好友情客串一个角色助阵 然后偷偷瞄了眼他手中提着的东西 看样子挺沉的 要不要帮忙啊 公九轻松地提起 你看一点也不沉 刚好将九份螺丝粉的清单摆在薄一白眼前 一共197元 身后的江瑞泽一领过 听说陈导要开除他 不会打算转行做吃播了吧 走出电梯博一白假装看手机 掩饰自己紧张的内心 结果第一时间就被公九转了账 公九激动不已 这饭票果然有眼力尽 24K纯金好人 以后等我赚钱了 一定要请他吃小重点瓶上的老干爹罗斯福 注意看这位武打明星 刚被女孩奏到医院住院 心情非常不好 这时突然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 在公九身上吃别的齐磊这下突然又有信心 原来这位神秘女人 正是一开始在废弃工厂绑架公九的幕后黑手 看来齐磊是他目前对付公九的最佳傀儡了 二人果然就是沆瀣一气 很快就达成一致一简 就等公九上钩 原来就在刚刚 顶留明星薄一白的一个随意点赞 为齐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结果薄一白的助理还以为是老板的号被盗 老板 有人拿你的号给公九打人的视频点赞了 视频很精彩 承恶扬善很难不爱 助手无语 老板 公九可是个朝黑体制 薄一白一旁不紧不慢的喝水 助手还在一旁喋喋不休 只听喷的一声 我给你们开工资是做慈善是吗 还是说我继续用微博给他反 助手意识到错误 我明白了 马上安排人去办 老板你别生气 随后助手亲自给自己脸部来个亲密按摩 让你多嘴 让你多嘴 果然打开手机就发现已经有水军开始复回公九 说公九背景很深 上次被他殴打后 自己竟然无缘无故尽小黑屋免费住了几天 还被威胁封口 简直就是穷凶极恶的黑恶势力 然而面对网络的暴力 公九第一时间想的竟然是先做干饭人 果然吃货的眼里干饭高于一切 面对满平艾特自己看直播的人 公九淡淡一笑 随即打开了自己的直播间 亲切的和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很急 但你们先别急 天大的事都要等我吃完饭再说 然后就当着大家的面 开启直播磁溜的缩粉 一口气干完九碗螺丝粉 随后优雅的擦了擦嘴 直播间的水军都惊呆了 满平的不可思议 竟然看着还有点馋 吃饱喝足的公九第一时间按下了连麦键 随后亲切的和当初在医院 黑自己的黄毛打招呼 黄毛惊讶 这女人怎么还敢和自己连麦 公九直击主题 我当初扭断的不是你的右手吗 怎么石膏打在了左手 黄毛满脸尴尬 你别胡搅满馋 是你听错了 见黄毛不承认 公九拿出手机 这手机你应该不陌生吧 黄毛立马又开始指认 那是自己被抢的手机 而公九淡定的截走了手机 黄毛大惊 你是如何破解我手机的密码 离会 我要是你 可不敢把这么多黑料的东西乱扔 只见公九将手机上的资料对准 直播间摄像头 这下黄毛所有的罪证 都被直播间粉丝一览无余 直播间粉丝再次看清黄毛的真实嘴脸 原来黄毛就是专业直黑啊 这下黄毛是彻底有口难辨 公九再次对着屏幕说道 齐磊 我知道你也在看直播 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 准备好茶收了吗 结果镜头外的齐磊就收到短信 竟然是自己挑衅公九的监控 还有自己收买公九经纪人拦解的视频 两人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锤人 而是被石锤 男人上一秒还在谋划抹黑他人 下一秒就被石锤狠狠打脸 李虎这个猪队友赶紧扭头询问齐磊怎么办 齐磊无语 这还在直播就直呼自己名字 生怕是别人不知道两人是一虎的 此时的齐磊也收到公九的惊喜视频 当初发生的一幕幕录像 全部一个不差的都被公九爆出 有齐磊率先动手挑衅公九的 还有齐磊收买公九经纪人的 一幕幕铁证如山 直播间再次议论纷纷 这下还抱希望的齐磊彻底慌了 原本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 现在却处处被人留有后手 还在直播的黄毛这下也慌了神 还想狡辩 声称公九的视频都是屁的 还爆料公九其背后的靠山 就是影帝国一白 公九瞬间就不开心了 怎么就扯上自己的饭票了 我可不能给他惹麻烦 我老是人好 看不惯你们这些黑恶势力 只是帮我点个赞你就这样黑他 他的粉丝知道会怎么想 果然直播间博神的老博粉 瞬间集体炮轰 让黄毛真真切切体验了一次 博神老博粉的强大名剧 果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去飞 黄毛赶紧关闭直播 为了齐磊和那个女的 陪上小命可不值得 这边还在直播的公九 为了不给饭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强调自己和保老师不熟 今天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的 都可以冲他来 别打扰无关人员 而此刻博一白正盯着手机 想打在弹幕打出一个 你们都想打出来的表情 什么叫不熟 什么是无关人员 博一白喊上司机 就朝公九干饭的地方驶去 一定要问清楚 这边的公九正悠闲地回答着直播间的提问 今日打脸任务完成 就随便和你们聊两句 看着各种源源不断的黑料袋澄清 什么女星公开求子 公九也是当热闹看 丝毫影响不到自己的心情 突然弹幕刷屏 快看公九后面那是谁 公九一脸疑惑 猛的一回头 只见博一白直挺挺地站在后面 直播间瞬间爆火 各种身材好大长腿的评论刷满屏 然而下一秒平台 直接将直播间给封了 原因竟是涉皇 公九想着不是因为自己要种子给封的吧 看来是博影帝的博 谁叫他被叫做行走的荷尔蒙 隔着屏幕都遮挡不住他那性感的身材 博一白冷冷地看着他 公九意识到大事不好 刚刚估计是给人家惹过了 这是找上门来了 赶紧拿起手机就开溜 我吃饱了 博老师您慢慢吃 博一白看着开溜的公九一脸疑惑 自己这小猎犬今天怎么回事 见到自己就跑了 果然博一白助理发现一件大事 博一白又上热搜了 引流隐蔽被删好有后痛不欲生 然而次日竟和拉黑自己的小猎犬现场对戏 黑帮大佬和逆袭小伙的巅峰对决 两人飙戏的效果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精湛的表演瞬间引爆全场 就在几分钟前 公九直播揭露黑粉的丑恶嘴脸炸裂内语 当红小蛋桑田得知后拍手称快 直呼终于有人能知这个败类 而公九这个吃货则一心只想的美食 就连新来的男主角他都不知道是谁 桑田一头雾水 竟然连导演都不知道 下一秒神秘男主出现了 正是全名男神博一百 影帝的气场让众人未知疯狂 桑田调皮的对公九挤没弄眼 事已新男主角出现了 公九有些惊讶 这什么情况 新男主角竟然是我的前饭票 那就先假装不认识吧 桑田热情打招呼 而女人只是冷漠的回忆 博一百心里不爽 这女人删了好友的下一步就是假装不熟吗 亏自己昨天晚上熬夜看完剧本 结果换来的却是被删好友不熟二的 之后博一百只给桑田打招呼 然后转身就走 两人就像吵架的两口 让桑田不知所措 公九只是解释自己和男人不熟 心中暗自窃喜 自己这招黑体质 他这个时候跟我保持距离 才是最好的选择 桑田显然不幸 明明博神还给爆打齐磊的视频点了赞 你们两个的关系怎么会一板 公九则是一脸猛逼 什么点赞啊 桑田吃惊地握住他的手 不会你这几天都没上网冲浪吧 这么轰动的事你都不知道 上网哪有吃饭香 说罢还刺溜了一口 桑田表情瞬间凝固 社会我九解 人狠话不多 没几分钟 导演喊话各部门注意准备开盘 这时导演颇为不解地向男人发问 为何要留用这个充满负面新闻的明星 薄一白样起一抹浅笑 脸上的神情也温柔不少 难道你没见过他的身手吗 他就是这个角色的不二之血 他身心只要拍下去 公九定会成为这部戏的焦点 随着导演的阐述 这部戏正式拉开了帷幕 凶徒这部戏讲述的是主角林默父母双亡 唯一的妹妹凌月不幸罹患眼爱 不久后还发现自己也身患绝症 为了延续妹妹的生命 她被迫卷入一场惊天好底 赢了便可成为亿万富翁 输了 她和妹妹都将命葬皇前 而她却与反派K结下了宿命的恩怨 凶徒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 而这第一场戏便是公九与薄一白的对手戏 这也是K与林默的初次相逢 当林默睁开双眼之际 仍已身处赌局现场 她被束缚在行椅上 而面前摆着一盆清水 她对面做的是与她处境相同的四人 这是一场对赌 唯有圣者才能活灭 镜头中薄一白徐徐睁开双眼 眼神空洞麻木而默然宛若一句没有声息的句强 桑田端坐于监视器旁不由的倒吸一口凉气 那眼神犹若介事还魂一般 身后的工作人员亦不禁惊叹到一秒入戏 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接着出现了一双苍白的手从薄一白身后探出 沿着她的双臂徐徐轻浮 指尖划过她侧脸的肌肤像是挑逗和抚摸 这贴贴的动作在场人员直呼受不了 已经超纲了 而此时刚刚的温柔 转眼间就变得如寒霜般凛裂 女人掐住男人的脖子 骨指收紧仿佛要将其扼杀 这烈烈气势令众人心计胆寒 随后宫九所饰演的佩迪下了 俯视这张精致的面部 但在队上薄一白优脆眼眸的瞬间 女人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压得她喘不过气 她竟然在她身上感觉到一种熟悉的感觉 她几乎都要错以为自己捧着的是一个逝者的面庞 长达十秒的凝视全场一片死寂 仿佛空气都被冻结了 不少人感到宫九长时间不说话 似乎是要进行重拍了 这种可能性很大 又是一名被博影帝神乎其神的演技折服的观众 可奇妙的是 导演并没有叫停 因为她流星到了一个蛛丝马迹 随即大吼 镜头拉近到宫九脸上 特写她扭曲的五官 演技精湛的影帝 与潜力无限的小花之间的对系 十分精彩 女人演的炸裂 毫不逊色于薄一白 就在导演将镜头拉近 宫九在笑 尽管在笑 但是眼神里却没有任何效应 无情冷酷的目光仿佛要将人吞掉 而她的手指轻轻地划过男人的喉咙 脸上露出嗜血猛受舔是嘴唇的神情 太震撼了 桑田浑身颤抖 难以置信 其他人也一脸惊叹 接住了 宫九将薄一白给出的情绪 完完全全地接住了 甚至还加强了 那一刻 他们仿佛不是两个演员在演戏 而是林默和K本人 女人的声音响起 细血而冰冷 他们的筹码已经给出 你呢 你觉得你能坚持多长时间才死 薄一白的声音冷静 十分钟 这是一场大胆的堵住 期待你死亡的那一刻 宫九脸上露出坚定的冷笑 同时他抓住薄一白的头发 几乎是粗鲁的 将他的头狠狠压在了水盆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 许多人忍不住抬起头来喘息 主演薄一白头还被摁在水盆里 宫九显然没有松开手的意思 其他人已经有些倒动了 晨早该喊平了吧 快三分钟了 然而 导演却一脸兴奋 尽管只是走一遍戏 但是这个第一个镜头这么精彩 以至于他都忘记喊停 等他反应过来 背后冷汗都出来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宫九已经将薄一白的头 从水盆里拖了出来 强颜欢笑的说道 真是抱歉 冒犯了保老师 小弟急忙将毛巾递了过去 薄一白擦去脸上残留的水渍 若无其事的道 没事 导演怒气冲冲的对着宫九训斥道 你怎么办事的 下手这么没轻没重 万一呛到一白了怎么办 宫九摇着头说道 不怕呀 因为薄一白告诉我 他能闭气三分钟 众人一脸疑惑 他们什么时候说的 原来在拍戏之前 宫九用手摸了摸水盆 然后说二十 薄一白打去的回答三 这个意思 而小弟却理解成了 他们说的是要拍三次才能过 宫九一脸呆萌 这不是很好理解吗 众人惊叹这两人的脑回路 也只有他俩能对得上 随后桑田还拍马屁的夸赞宫九说 刚当你和保老师对戏的时候 我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结果却看见他俩在互吹 没有你的眼神 我不可能这么快入戏 你刚刚的情绪很到位 桑田看着郎才女帽的二人 直接当场磕起了CP 随后两人更是直接开始了对戏 宫九伸手的时候 其实是刻意的隔着一定的距离 见此 薄一白直接询问宫九 K为什么要抚摸林默 他下意识答道 因为林默像一个有趣的玩具 你的抚摸应该更加如痴如醉 令我欲罢不能 随后还将宫九的手向下按去 宫九的手缓缓下滑 掌心切实贴着男人肌肤 能感受到皮肤下激荡的温度 甚至是脉搏的跳动 男人只是轻声叫他记住此刻的情绪 咬着自己的嘴唇说 我不行了 我觉得这对戏 比他们刚刚拍戏的时候还要带劲 这两个角色明明是死对头 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要磕两人的CP 小弟却嘲笑他说他什么都磕 小心等下轮到自己表演就拉垮 桑田一把推开他 说道 我自己可是有着十五年的演员生涯 你就等着看就完事了 果然刚吹完牛 导演就喊桑田开拍 然而薄一白的气场 让桑田忍不住手足无措 心神不宁 情绪无法集中 甚至开始忘记台词 动作也很僵硬 毫无灵性 最终十五年的演员生涯 却换来了十五次重拍的惨碰经历 他一把抱住公九 觉得自己菜到哭了 公九却拿出了自己心爱的奶茶 你刚刚太紧张了 像我一样喝杯奶茶就好了 果然吃货的严厉 食物可以解决一切 随后还请教公九 为什么和薄一白如此默契 真的和他不熟吗 公九随即豪爽地回答 可能就是因为不熟 所以言起仇人才没有压力吧 殊不知身后的薄一白 突然停下了脚步 默默地听着他们的对话 用严厉的责备口吻对公九说 林默和K难道是仇人关系吗 我觉得不对 然后满脸盛怒地离去 公九却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一股杀气 难道是因为自己把他按在水里三分钟 他生气了 桑田表示无语 随后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并表示只能帮他到这里了 结果就发现薄一白给自己点赞的帖子 明眼人都看出来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结果公九到处说我们俩根本不认识 根本不熟识 虽然他们只是单纯的金钱关系 但是自己这么做也太可恨了 随后发誓要给他好好盗窃 结果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把他给删除了 求救 谁来拯救一下呀 当红影帝被十八线女艺人删好友后 竟主动加女孩微信 还直接给他打钱了 还在送他一面锦旗 连黑粉都傻眼了 就在刚刚 薄一白还在吃瓜某某手滑点赞的八卦 而意识到自己犯错的公九 拿着自己喜欢的盒饭就找不来了 当薄影帝一回头 只见一堆盒饭在空中飞来 这是盒饭成精了 随后公九探出头来 他一脸真诚的想要请薄一白吃饭 薄一白看着公九热切的目光 根本无法拒绝 端上来吧 公九内心忐忑不安 他应该会原谅自己吧 然而他没想到影帝的日子这么艰苦 他吃的饭比桑田的减肥餐都抠门 随后拿出了剧组免费的盒饭 这是我爱吃的盒饭 因为剧组条件有限只能拿这个赔罪了 薄一白却早已忘了公九对他做的事 公九接着害羞的解释 这几天没上微博才知道你点赞的事情 自己说不熟是为了不给你惹麻烦 绝对不是过河拆桥的意思 总之就是感谢薄老师的大力支持 薄一白笑眯眯的问 那我们现在熟了吗 熟了熟了 比龙虾还熟了 那好友验证通过一下 好的马上加 一分钟后 听 公九的手机随即收到1000W转账 这是前几天的不给你的饭钱 收着吧 谢谢一白大大 感觉手里的饭菜都变得更香了 薄一白却很无疑 他为什么胃口一直很好 公九察觉到异样 想起末日饥荒年代那段挨饿的日子和自己的处境 接着他向薄一白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家里很穷没饭吃 所以现在很珍惜能吃饱日子的情景 薄一白也没预料到 公九还有这样一段往事 于是暗中下决定 自己绝不会让他受苦 公九加了一块他钟爱的糖醋排骨给薄一白 薄老师怎么不吃 这个味道才叫极致好吃 薄一白有些犹豫不决 这些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 对于一个厌食症患者来说简直是噩梦 可是他怎么一副期待的样子 自己怎么能辜负他的心理 明明觉得这东西既油腻肉质又干 薄一白却点头说还可以 那就再尝尝 这道鱼香肉丝可是我的最爱 公九瞬间化身巨组合饭促销员 可薄一白吃完却嫌太甜 味道怎样 公九脸上依然是一脸期待 确实很下饭 我就晓得你喜欢 你就放心敞开了吃 男人暗叫不尿 然而半小时后 真香 薄一白竟把盒饭都吃完了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吃 他抬起头来 莫非是因为吃饭对象是他 公九一吃完饭就抢走了他手里的餐盘 这个我拿手 我已经和打饭阿姨结拜姐妹了 以后你的饭和我承包了 每天还必须一起吃晚饭吗 这让薄一白心中还有些小气盘 但他没有说话 觉得这样似乎也别有一番情绪 公九见男人没回话 要是薄老师不方便也没事 我也就是随口一说 怎么突然变卦 是怕惹麻烦吗 我不怕 别人都说我是个惹祸惊 我要是再给你带去麻烦就不好了 我就先走了 我一白目送公九离去的背影 心中五味杂陈 我从不觉得你是个麻烦 就算是我也不怕招惹 为了和公九完美搭戏 回家后他立马深入言读剧本 结果助手却疯了识地冲了进来 老板你刚刚和公九干了什么见不得光的购档 吃盒饭 哇 你不是最讨厌和别人同桌吃饭和吃油腻的饭菜吗 老板你不会车祸后被夺赦了吧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 应该知道我更讨厌话多的人吧 这熟悉的回怼确实是老板 对了 帮我查一下公九酒店的房间号 助手本能的答应 结果下一秒惊觉 你问这个干嘛 薄一白却选择无事 你上次让公九加入你的极限俱乐部 现在还想着吗 小弟当然想 可是公九已经拒绝了我 薄一白一脸神秘 今晚跟我一起去送快递 顺便让你把握机会 此时公九无聊正直播吃烧烤 突然听到门外一阵敲门声 公九起身去开门 谁啊 我好像没有交外卖吧 打开门发现竟是顶流薄一白 公九反应过来迅速关门 薄一白及时抵住门 是我 我知道是你才关门的 薄一白一脸问号 什么意思 直到公九只向手机屏幕 才明白这是在直播 而网友们则纷纷乍屏 见证历史了 顶流他房了 谁知下一秒 另一个男人出现打招呼 才没被网友们继续误会 公九疑惑 他们这是集体失眠 找自己唠嗑来吗 江瑞泽抢先回答 给你送锦旗了 说着就从身后掏出锦旗 奋力一甩 舍己救人勇斗歹徒 金光闪闪的八字锦旗 赫然出现在眼前 公九无语 你们是认真的吗 当红影帝为了拯救 十八线女明星的生育 竟深夜潜入女子家中 赠送锦旗 而且还盖有公安局的印章 正在直播的公九 刚大的接过锦旗 你们这是在玩哪一出 薄一白郑重其事地告诉他 还有奖金可以拿 到时候警察会联系 但是小弟只想合影 画面太美 观众们都磕上了CP 这不知磕的是哪位 观众们都很好奇 公九到底干了什么事 小弟一听就来劲了 立马变身脱口秀演员 讲述老白那天意外车祸的情景 龚老师从天而降就出老白 老白垂死病中金做起 感激替灵热泪盈眶 薄一白最讨厌画牢的人 立刻让他闭嘴 然后一脚将他踢出了门外 公九都被逗笑了 薄老师也太客气了 感动可以痛哭流涕没必要啊 而弹幕上都在求猛男落泪的精彩片段 薄一白问粉丝们都说了什么 随后顺势靠近公九 两人相互对视都快亲上去 结果下一秒直播间又抗不住被封了 为什么每次你一出现 我就被关小黑屋 不是吧 长太帅也是错 明明就怪你 此时门外小弟又在喋喋不休 就稍微夸张了那么一点点 老白你可真小气 他一直这么多话吗 不喜欢的话我下次不带他来了 公九随即打开门向两人告别 薄一白却不想离开 还有什么事吗 要不整点夜宵啥子 只见公九迅速关上门 那咱抓紧撤吧 小弟一脸不信 老白你还是我认识的饥饿精吗 而此刻华氏集团内 华氏大小姐正一脸暴怒地骂着手下 因为他买那么多水菌 居然还让公九洗白了 男人还想着继续买水菌 话缘却表示 现在在买法容易被人看出端倪 随即拿出手机阴冷一笑 而手机屏幕上显示的 竟然是公九母亲的号码 这边公九三人还寻觅着美食 小弟一胳膊肘对了对博一白 你小子不是不碰夜宵的吗 说 突然转性到底预谋啥呢 手拿开别讨打 哟 想练练是吧 来呀来呀 此时公九居然看见了刚见完身的桑田 而桑田一回头 就看见了这俩男人抱在一起 啪哒一下 桑田手里的奶茶杯子都下掉了 姜瑞泽 你竟然拆我CP 小弟连忙解释 他们可是清清白白的兄弟关系 但是桑田表示不信 明明他一臭不要脸 走后门进片场的家 怎么可能会跟高冷博神称兄到底 而公九见博一白在接电话 只好替他解释说他们真的是朋友 要是不经他默许 谁有胆进他的身 桑田这才相信是真的 抱歉 误会你是一个小混混 我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 真抱歉的话不如一起吃个饭吧 可是我刚刚才见完身 姜瑞泽故意摆出一副受伤的模样 刚才被你说成小混混好难受 我请还不行吗 随后四人来到了火锅店 这是桑田经常光顾的一家 几人点的是鸳鸯锅 公九却一脸错愕 他穿越过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特别的吃法 不会吧 这年代还有人没吃过火锅 国一白此时强势地瞪了小弟一眼 而后就向公九讲解起火锅的吃法 此刻桑田加了一块刚烫好的肉给九姐 公九欣喜若狂地吃下 上一秒还在感叹时间竟有如此美味 结果下一秒被辣得咳嗽不止 因为实在太辣了 结果两人竟同时起身让公九喝酸奶 还热心地拿来酱汁降低辣度 这画面将瑞泽不由地想起一个连续句 田妃和白妃侍奉酒帝的情节 接着服务员送来凉拌折耳根 公九却说这是甜的 小弟愣了一下 脑海里想起他家的妹妹也是这么说的 随后他激动地让公九快来捞毛肚 公九吃到嘴里 顿时辣得像火苗在舌尖跳舞一般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对火锅的热爱 一旁的江瑞泽吐槽他又菜又爱吃 桑田马上帮九姐回击 难道你很能吃辣吗 我没有要针对谁的意思 在座的各位都没一个比我能吃 就算你是穿鱼妹子也不行 那好 我们比一比谁更能吃辣 后来两人一口气点了二十个变态辣鸡翅 比赛正式开始 两人谁也不让谁 一口一个鸡翅下毒 这让公九产生鸡翅不辣的错觉 让我来尝尝看到底有多辣 火一白立马出手阻止 不 你不行 不信你先看看他 这是一场吃货与吃货之间的比赛 当红人气女星和富二代一较高下 为了证明谁更能吃辣 竟点下了十大盘变态辣鸡翅 一瞬间 男人的笑容僵住 眉头紧锁额头冒喊 紧接着 他就被第一只鸡翅辣的呼吸困难 喉咙如同烈火焚烧般难以忍受 下一秒他便倒地不起了 而桑田却一脸无味的大快躲 完全没有被辣的 公九看着桑田那轻松淡定的门脸 蠢蠢欲动想要偷偷尝一口 谁知博一白却及时制止了他的冲动 你看看他现在的模样你还想吃吗 没多久江瑞泽变辣得不行一事 这场辣王争霸赛毫无疑问是桑田获胜 小弟心服口服 果然穿云女生不好忍 这时博一白叫来服务员准备买单 桑田一脸疑惑 不是说好我请客的吗 小弟强忍腾风挣扎着起来 有我和老白再自然不会真让你请客 此时服务员拿出优惠去 秦宇下次就餐可以打气 两人羞红的急忙解释 他们才不是秦宇 服务员连忙道歉 谁知风九一打接过优惠去 能省钱就省钱 老老是不会介意真意粉 博一白似乎很开心 我不介意 活脱脱像一个刚进门的小媳妇 随后四人扬长而去 桑田却注意到江瑞泽不停地捂着肚子 似乎疼痛难忍 随后就静止拉着江瑞泽称要送他去医院 江瑞泽逞强说自己不碍事 桑田可不管 直接就把他塞进了车子 如今就只剩两人 博一白暗自庆幸 这两个碍事鬼终于走了 就连老天爷也默契地下起了雨 博一白体贴地给公主戴上帽子 你回店里等下我 我去买雨伞 而博一白不仅只买了一把伞 还给他买了他爱喝的维他奶 公主立刻喝了一瓶 却发现博一白的另一半身体正滴着水 于是随手把伞推给他 你这样会染上风寒吧 博一白脸色凝重 我看起来有这么弱不惊风的样子吗 但立马意识到这是个机会 那我们就靠近点吧 两人并排缓步走着 宛如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义 而在医院里 桑田拿着江瑞泽的检查单吃给他 你为不好怎么不早说 小毛病而已 江瑞泽刚想起身 却被桑田再次按压下去 你是憨批吗 为了面子身体都不保 长得正流长脑包的 自己身体都不会长得 我去除了我哥 长这大还没人这么训练 桑田不高兴 你哥电话给我 我现在让他过来 桑田一副霸道的样子 让江瑞泽瞬间认识 别别 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正好明天没有我的戏 我会为你负责到底的 说罢便守护在病房前 一脸涣散的等着真水打完 果然真水还没打完 自己便先睡着了 房上躺着的江瑞泽 看着打瞌睡的桑田一阵无影 明明你自己也不会照顾自己 还数了我呢 说罢还把被子带在桑田身上 还在科米的桑田 被江瑞泽一把 拖住向前亲的脸庞 桑田不自由地向前蹭了蹭 旺财 真棒 江瑞泽一脸尴尬 他在说什么呢 正想靠近听清桑田 到底在念的什么事 只见桑田突然睁开双眼 二人就这样四目相对 原来刚刚桑田在梦里梦见 和自己的宠物犬 正在嘻哈大道 然后抱着爱卷 旺财 在家有没有想我呢 突然 自己心爱的旺财变成人 只见江瑞泽正色眯眯的看 桑田瞬间脸红 随即猛地推开眼睛的江瑞泽 大喊流氓 毫无防备的江瑞泽遭遇着 孤如其来的门心 导致后脑袍猛 撞在正常的肆囊上 瞬间脑瓜子汪汪 说谁流氓呢 你刚刚睡着 我还好心帮你盖被子 桑田低下头 还真有被子盖在自己的膝盖上 瞬间尴尬不已 救命啊 太设死了 本来只是胃疼 现在不仅头疼 脸也疼 桑田尴尬地捂住脸 对不起 对不起 说吧 桑田飞快地朝门外奔去 我去叫护士来给你换掉瓶 当红影帝 竟与飞闻女星在雨中漫步 贡谱浪漫恋曲 男人见公酒喝得如此畅快 情不自禁地询问 他是否好喝 谁料公酒却像护士的动物一般 警惕地问道 你想干嘛 男人只是会心一笑 说道 我不跟你抢 公酒思索良酒 还是决定拿出自己的食物 随后伸手递给男人 这瓶给你 拿去吧 男人惊讶地问他 怎么突然这么大方 公酒理所当然地回答 反正都是花你的钱 不用谢我 男人只是问他 很好喝吗 你都喝了两瓶了 公酒催促他快尝尝 谁料男人说太甜了 结果回到家之后也没有喝 随后博一白竟然对着盖奶 就是一顿猛拍 接着还发到了网上 并配文 很好喝 明天还有吗 评论区一片惊叹 纷纷猜测这是向公酒索要盖奶 而博一白竟然直接给这条评论点了赞 博一白微微一笑表示肯定 结果第二天 助理就收到了博一白又上热搜的消息 甚至接到了盖奶负责人的电话 要求博一白代言他们家的产品 大清早公酒就收到桑田陪江瑞泽在医院的消息 想到江瑞泽可能是吃出问题了 正好这段时间有自己饭票的长期公饭 他也觉得自己身上的异能恢复了不少 这时 原主的妈妈竟然给他打来了电话 这个连女儿被绑架都不管的女人 这时候倒想起来有个女儿 而女人打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对着公酒一顿痛骂 而他此次的目的就是替齐磊挑白 他让公酒赶紧道歉 不然就要他好看 公酒可不是原主 那个被抛弃的女儿早已沉默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想让我放过齐磊 叫他亲自跪下来求我 或许还可以考虑考虑 随后女人就被挂断了电话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个对他言听计从的女儿 怎么会反抗他 而背后的主使话是千金不答应了 而身为继母的李渔 居然对着女儿毕恭毕敬 原来这老女人竟然跟齐磊坚情不断 面对跪地求饶的继母 千金选择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不能毁掉你女儿 那么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千金拍了拍继母的脸蛋 如果不想被你女儿连累 就聪明点 赶紧大意灭亲 次日拍完戏 恭久陪伯一白来探望他的江小弟 江瑞泽却一脸不悦 我这点小毛病 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 多影响我威风凛凛的形象 恭久一本正经的解释 因为今天戏少 闲着也是闲着 所以就 而这时 伯一白却插嘴道 所以就是来看你丢人的 那你可真是好兄弟 伯一白却一个闪身 打不着 而这时桑田来给他的男人加餐了 结果又是一些流食 男人只想要吃鸡胸肉和牛肉 像个铁血战士一般 桑田严厉的训斥着男人 像一个怒吼的狮子 男人却说自己再这么吃下去 好不容易练出来的肌肉都萎缩了 说着就要下床表示自己已经好了 马上就能出院 下一秒 小夫就开始剧烈疼痛 就像是被利刃刺穿一般 桑田吓坏了 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立马起身就要去叫护士 这时 白衣天使恭久却一把叫住了他 像一个正义的化身 他搭住小弟的肩膀 说自己有个止痛的偏方 就像一个德高望重的名医 给他讲解呼吸疗法 众人都惊呆了 小弟按照他的指示作 结果竟然真的不疼了 博一白不禁怀疑 这个女人身上一定有什么秘密 再次想到上次自己车祸的种族 他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张瑞泽感觉自己已经好 整个身体充满了自信 他竟然还叫嚣着再来一场吃辣比赛 桑田真想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让他清醒清醒 几周后 恭久和博一白也终于到了最后一场对手戏 就像两军对垒 闭绝雌雄 当红影帝与十八线黑亮女星 竟双双从高空坠落 谁知下一秒 两人竟在半空中上演了一场甜蜜的狗粮秀 旁观者们皆惊呆了 就在半小时前 恭久和博一白终于迎来了最后一幕戏 取景地是一栋30层高的建筑楼顶 也是戏中林墨和K的最终对决 镜头内 恭久和博一白演技炉火纯青 宛如与角色融为一体 恭久依靠在栏杆旁点燃一支香烟 烟雾缭绕间 他那双冷酷深邃的舌头微眯着 像是要吞噬眼前的猎物 你没让我失望终于走到最后了 这是最后一局游戏 只要赢了 你便是最后的胜利者 恭久吸了一口烟吐出一缕修长的烟雾 烟雾在男人的脸上飘散 而他的双眼却毫无波动 只是嘴唇微动 恭久嘴角微微上扬 我赌你会亲手杀了我 只要我死了 你就是最后的赢家 说完 他坐上了栏杆 而背后是三十层高的巨龙 你会怎么选吗 然而下一秒恭久顺势后仰往下坠入 如同破碎风筝 从三十层高的大楼上一头栽下去 瞬间清醒的男人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 痛苦地嘶喊着恭久 随着导演的一声喊停 工作人员们才从刚才的场景中惊醒过来 连忙叫人把恭久拉上来 恭久和博一白刚刚那段对戏 直接将所有人带入情境被吓得惊声尖叫 唯独江瑞泽 满眼鲜艳的称赞恭久是极限运动的王者 此刻天台鞭鞭一百始终如影随形 焦急地等待着恭久被拉上来 然而此刻的恭久却比了个得意的姿势 还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 博一白紧绷的表情才稍稍松弛下来 突然他眼角余光 瞥见薇亚的钢丝发出砰的一声断裂 而正在被往上拉的恭久也察觉到了一样 猛地抬起头瞳孔剧烈收索 身体也急速下坠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博一白飞身一跃从天台跳了下去 大喊着威胁 导演吓得摔倒在地 手脚并用地指着天台 快去救人 惊慌失措的工作人员赶忙过去救援 桑田和江瑞泽也慌乱不已 此刻高耸入云的三十层楼上 博一白一手抓紧墙体外壁的空调指甲 另一手牢牢扣住恭久的手腕 底下露台的工作人员腿都软 虽然有防护措施 但现在两人距离气垫还有四层楼的高度 摔下来不死也残废 恭久抓紧 恭久听到头顶上沉重的声音 没想到男人会毫不犹豫地跳下来 紧要关头 恭久没时间道歉 他知道铁架撑不住两个人的重量 只见他飞快地做出选择 右面两米有个阳台你把我甩过去 博一白目测了一下距离 这样的距离他能成功吗 恭久脸上却没有任何畏惧 他相信他 博一白没有迟疑 右手一用力 将他朝右边阳台用力甩过去 恭久借助男人的臂力 十分稳健地落地 随后起身站在阳台上 他一手抓住边缘 另一手朝他的方向伸过去 快跳过来 我会接住你 恭久的声音无比坚定 神色有些急切 博一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 忽然勾唇笑了起来 他纵身朝他飞扑过去 就在手离开支架的刹那 那根空调支架从墙体脱落 下方围观人员都不忍直视 不知道男人是否还活着 此刻微风吹过两人的指缝 两人的手也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恭久紧紧地握着男人的手 食指恰好搭在他的脉搏上 恭久眉稍微眺 眼睛弯成月牙 说 脉搏平尾 心脏好强啊 宝老师 博一白半跪着爬上阳台 那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恭久 是恭老师给了我勇气 眼神中满是温柔 四目相对间 涌起了阵阵暖流 恭久慌忙手上一用力 把男人拽上了阳台 博一白紧跟着栽了下来 两人身体撞在了一起 男人猛地揽住了恭久 谁曾想恭久身上并没有血迹 两人一时之间尴尬地站在原地 气氛十分微妙 就在刚刚 经历生死的两人站在高楼阳台上 亲切地与下面围观的群众打着招呼 恭久甚至责备起博一白 我的天 谁让你忽然跳下来了 害得我差点摔倒 还有刚刚轻轻抱抱举高高的画面 真是令人羡慕极度恨 这就是你对救命恩人应有的态度吗 实在是令人心寒 看到恭久和博一白终于脱离危险 围观群众们纷纷松了口气 仿佛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劫后余生 这时导演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虚拖道直接喘着气喊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恭久没稍微挑 目光慵懒地注视着陈导和后方剧组的其他人员 桑田连忙抓住恭久的手 担心的都快哭成泪人了 恭久只能轻声安慰起桑田 很抱歉让大家担心了 我们都没事 随后他的眼神变得凌厉了起来 我是没事 但今天这事 如果犯别人 就不见得做没事了 陈导 今天这是我要一个交代 威亚忽然断开 不管是道具组的问题 还是有人蓄意造成 若不是我们伸手好 掉下去的人恐怕非死即残 导演狠狠地点了点头 这是肯定的 事发的那一瞬间 他脑子都空白了 如果恭久和博一白真出事了 他的职业生涯恐怕就毁了 交代之前先报警吧 博一白冷冷地说道 剧组众人的脸色各已 道具组的负责人赶紧跑过来 保老师 恭老师 我事前真的仔细检查过 确认过威亚没问题 我敢用命保证 而这时 副导演也连忙说道 既然大家都没事 那就不用报警了吧 事情闹大传出去影响也不好 咱们这戏马上就杀青了 你就当是为大局着想行不行 恭久狠狠地瞪了男人一眼 别和我扯什么大局 从三十层大楼掉下去的不是你们 我没死是因为保老师舍己为人 要求报警也是很合理 除非是有人心里有鬼 恭久眼神冷漠 压抑着心中的怒气 此刻陈导内心也百感交集 恭雁所言不虚 若是换作旁人失足坠落 恐怕真会酿成大火 就在大家愁出不定之际 剧组的一切损失由我全包 我一把语调康派激昂 一份填膺的下达指令 立刻报警 话语出口 他一把扯住恭雁的手 生怕恭雁等下会闹出事端 恭久回头面向剧组人员高喊 等警察到达以后 他们必定会前来配合调查 与此同时 剧组人员及其围观众人拍下的影片 早已在网上流传开来 两人死里逃生 共度患难的画面 令所有人动容 感慨落泪 都别阻拦我 这对情侣我追到底了 这时的恭九二人正同处电梯内 打算去地下停车场开车回去 而这时 博一白注意到女子裤腿间的烟红乌尽 他脱下身上的外套 系在恭九腰间 你先上车等我 恭九呆立在原地疑惑不解 男人的举动令他心生纳闷 带博一白离去后 他解下腰间的外套回首一瞧 只见他裤子的后方赫然有着一大块深红色的印记 他凑近闻了闻 是油漆的味 或许是坠落时无意间沾染的 恭九来到车旁 不知博一白在那做什么 而此时此刻 这位博影帝则躲在一间小卖部里 停留在货架前挑选着琳琅满目的卫生物 抓住了 抓住了 幕后黑手被抓住了 博一白接到小弟的电话 老白我抓到一个可疑的家伙 接到电话的博一白带领恭九立马赶了过去 只见一个低着头的家伙被帽子叔叔架了出来 江小弟立马站出来指认 就是这个人 我看他鬼鬼祟祟的 身上还藏着事发时巨断的钢丝绳 陈导上前摘掉男人的帽子 惊讶地发现这个人好熟 齐磊 竟然是齐磊 陈导大声呵斥道 你没有工作证怎么混进道具间的 这是恭九插嘴道 很简单 他还有同伙在和他打配合 这时一旁的傅导经出一身冷汗 傅导 我可是听说你和齐磊情同手足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你别污蔑人 凡事要讲理 我和齐磊根本不说好不好 是吗 这时之前我从齐磊那里搅和的手机 里面可装了不少好东西 说吧恭九直接打开手机内的录音 齐哥你放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保准帮你好好的收拾恭九一顿 随后又播放出动作戏更精彩的对话 录音里的傅导称 动作戏难免有磕磕碰碰 做点手脚让他受伤简简单单 一切的证据指明二人狼狈为奸 此时的傅导却白口莫辩 帽子叔叔早已为他们配上铁纸手环 这下看来是真的要进去采缝刃机了 傅导赶紧下跪求帽子叔叔放过自己 陈导火冒三丈 当初真是瞎了眼选你当傅导 你良心大大的坏 那可是三十层楼高啊 陈导直接一脚踹到傅导的头上 众人纷纷劝甲 将小弟也气不打一处 假借劝甲把齐磊推倒 只见恭九拉着陈导的手笑咪咪的劝道 时不等 不能打人啊 一旁的帽子叔叔也是一脸无语 你这抓他胳膊有什么用 抓腿啊 他一直在用腿在踢呢 这哪里是拉架 分明是让人家干架好不好 陈导终于打累了 一旁的帽子叔叔终于发挥他们公正执法的态度 上前制止 快把陈导扶住 先谢谢 一旁的恭九余光剑齐磊跪在地上 可不能这样便宜的这坏小子 趁现在现场混乱不堪 抬起脚就朝齐磊下巴干去 哎呦 不好意思 没看见地上还有人 于是还没过上瘾的恭九也不再装下去了 帽子叔叔拖着齐磊找帮手制止 后面恭九追着齐磊就是猛串 让你挡道 薄一白一脸欣赏着看着一切的发生 终于有个大嗓门的帽子叔叔看不下去了 大喊住手 这才看看终止这场闹剧 一群人在这里打来打去像什么样 快把他俩带审讯士去 打你们也打够了 但记住这里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 恭九和陈导一脸诚恳的认错 第一次不懂 以后不再犯了 一小时后 审判结果已经出来 齐磊为主兄 他这下不出意外老底要坐穿 听了这审判结果后 薄一白也是十分满意 正当打算离开时 一旁走来的长官叫住了薄一白 上前赶紧握住薄一白的手 事情能这么快解决 还的是多谢各位的帮忙 原来这件事的背后薄一白用上自己家族的力量 江小弟也开玩笑的 原来你已经和伯父的关系和好了呀 话还没说完就被薄一白的眼神吓得咽了回去 你话真多 这时的宫九和陈导也从里面出来了 二人还在吵吵嚷嚷 我都力排重难 给你时间去揍人 你给他挠痒痒呢 陈导当然不服 我可是优秀市民 你默默良心说话 上一秒还在争吵的二人 下一秒就见宫九向陈导道歉 对不起陈导 因为我的原因 影响了整部戏的拍摄 只见宫九一脸认真的诚恳道歉 陈导也假装生气的 歉 不叫我陈徒子了 随后摆手道 算了 本来也怪不到你头上 你也是受害者 是我自己诗人不明 别说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二人分开后 宫九来到薄一白的车旁 心中疑惑万分 齐磊就这么轻松被抓 而且连一句狡辩都没有 就直接认罪了 难道有人在背后帮我 十八线美艳女星参加真人秀 拍摄第一天就男友力爆棚 单手扛起行李箱直奔山上 就在一天前 宫九刚经历九死一生 归家第一件事 当然是大快补一番 吃货的世界里 不存在一顿饭解决不了的事情 看着堆积如山的食物 宫九毫不犹豫的 向他的饭票发了一张照片 老板 今日账单请报销 面对宫九的信息 百忙之中抽空回话的薄一白 竟反问宫九是否断了工作来源 宫九盯着手机陷入了沉思 坠楼事件的余波未消 尽管宫九是受害者 但很多人仍旧认为他太能惹事 就是个晦气包 走到哪或嗨到哪 一时间别提电影电视剧了 连低成本网剧的剧本都没他的份 那金主爸爸有没有考虑投资一部戏 宫九试探性的一句话 男人嘴角却绽放痴痴的傻笑 你的胃口那么好一部戏怕是不够吧 宫九惊恶的盯着手机 他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还真当真了 这时敲门声响起 桑田兴冲冲的跑到宫九面前 小姐 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和我一起去参加综艺 最近有一档心综艺叫 世界的另一种生活 热度挺高的 合同都谈好了 反正你也没戏拍 去综艺里玩一玩吧 经纪人蓝姐嫌他天天在家做吃山空 果断给他安排了工作 宫九一脸错愕 显然自己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桑田可不管那么多 一个进的给宫九介绍这个节目 里面有他的男神江云生 他是业内知名的导演 他的戏可是大家都挤破了头想参演了 桑田俨然一副追星迷昧的模样 一脸憧憬地表示 节目正式开拍的时间就在下周 此刻的华家 宫九的母亲正被华家大小姐一顿咆哮 为了保住自己在华家地位 他竟指使齐磊暗算公九 没想到齐磊却进了局子 而这时他听说公九要参加综艺 他早已按捺不住 他掏出手机表示 他已经打点好了这节目的嘉宾 这人名叫魏安然 无论是扒黑料还是暗算公九 对他来说都如同家常便饭 华家大小姐比拟地看着 冷哼一声 若这次再失败 那华家可在没你的容身之地 世界上另一种生活 拍摄地坐落在署城的大山里 在机场与节目组退合后 又坐了七八个小时的车 公九的肚子饿得呱呱叫 一直嚷着有没有吃的 而此时节目组告诉嘉宾们 他们会进行录播拍一些素材 但节目组狗就狗在 当所有嘉宾交上手机的那一刻 直播就开始了 不只是嘉宾就连网友们都不知道 而这时桑田激动地朝着公九蹲来 一个飞扑就抱住了公九 随着直播间观众陆续涌入 观众们也发现了公九居然参加了这节目 不是吧 公九这摔神也敢来 瞬间众人没了看下去的兴趣 反观公九他梳着撒手的马尾 一手拉着行李箱 另一只手就将桑田搂在怀里 而节目组这才交代 接下来的路程只能靠步行 行李需要自己拿 桑田顿时觉得想哭 这奸诈节目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 早知道是来这种大山里 才不会穿高跟鞋和两个超大行李箱来 公九轻抚桑田的乡间 我带的行李不多可以换一下 桑田感动地依偎在女人的怀里 无物酒解 还好有你 公九甚至从行李箱里翻出一双人字托 让桑田赶紧换上 这样走山路就不会疼了 随后只见他一把脱掉了腕槽 系在了腰间 露出了那修长健美的身材 随即一只手拉着行李 另一只手藏着另一个箱子 迈着他那大长腿 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观众们瞬间沸腾了 这样的公九很难不爱啊 两人终于赶在天黑前到达了目的地 三位嘉宾早已等候多时 孙小小是当红小花蛋 出道集巅峰提名金兰奖 咖位比桑田还高 知名导演江云生和奶油小生 魏安然也都在场 十八线黑料女星参加热门综艺 在节目中竟让昔日出轨男友当众 还一千万震惊全场 没想到公九竟然有如此魄力 五分钟前 刚刚来到节目的公九 就遇上了另外三位嘉宾 公九向他们礼貌性的打招呼 展现出他的修养 孙小小的态度明显比较冷淡 维持着自己一线女星的高冷形象 江云生却主动与他握手 称赞他所演出的电影 凶徒小样中 其文系十分优秀 受到国际大导演的赞赏 不管是真心还是场面话 都让公九打心里高兴 公九说了声谢谢 心里多少有些意外 孙小小听江云生夸奖了公九 一股醋意油然而生 这公九一堆负面新闻 无论是作品还是演技都拿不出手 江云生居然夸他戏好 还记得多年前他还是个小演员时 江云生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 温柔细心的指导他表演 是这个男人 给了我继续闯荡演艺圈的勇气 可想到近期给他打招呼时 江云生明显敷衍的态度 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温柔游泳 当看见满脚血泡的孙小小 江云生知道女人在强撑的 这样下去只会越走越慢 影响拍摄进度 他翻找着口袋 脚疼痛的话 先拿这个贴一下吧 下次记得换一双鞋子 孙小小轻声说了声谢谢 脸上微微泛起了一丝红韵 而此刻被冷落的未安然 突然和公九打起了招呼 公九却并不想搭理他的样子 态度很果断 直播间确实炸开了锅 公九过去和他还吵过CP吗 他们不是师兄妹关系吗 怎么公九完全不甩他 公九的眼神中迸发出强烈的愤痕 魏安然和曾经的公九的确挺熟的 至少当初那个懵懂单纯的园主 是真心把他当做了知心朋友 甚至愿意拿出三分之二的积蓄 想也没想就借给对方 那可是整整一千万了 可园主死前给魏安然打过电话 魏安然是怎么说的 你若缺钱可以去卖啊 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的人 公九会给他好脸色 那才是笑话 但有些人显然没啥脸色 还一个劲的凑了过来 魏安然一副老朋友口吻 公九 好久不见了 你最近还好吗 听到你出事的消息 我都吓坏了 公九狠狠的瞪了他一人 你是怕我没死成吧 魏安然被他对的疑乱 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 你还会开玩笑 那我就放心了 公九面无表情的盯着他 直播间已经炸开了锅 公九有毛病吗 什么寒养 我们然哥哪里招他了 是节目组故意的吗 还是两人确实有恩怨 其余嘉宾和工作人员 都面面相去 闻到了火药味 忙问突然这是怎么了 魏安然有点下不了台 眉头也皱了起来 随后还一脸无辜的问着 小九 你怎么了 说话这么臭 公九冷漠漠的瞪着他 别装模作样的叫我小九 我可没兴趣和你有这份关系 还有那笔一年前借给你的一千万 连本带戏还了吧 借了一千万 原来九姐之前这么富有的呀 桑田一脸瞳目结舌 毕竟公九在剧组的时候 天天和群演抢合饭的行为 实在太深入人心了 公九不懈的瞪了他一眼 小姑娘怎么回事 抓不住重点是吧 桑田灵光乍现 连忙在嘴边 比了个拉上拉链的手势 魏安然没想到 公九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把借钱的事给抖了出来 让他颜面尽失 他握住领口上的麦克风 压低声音 公九你闹什么 没看场合吗 公九快忍不住了 不想丢脸就少来我这儿靠近 你还不配让我看场合呢 魏安然脸色难看 眼神一瞥 发现节目组那边的镜头还开着 他调整表情 扮演起温柔小奶狗 公九别闹 开玩笑呢 我和他平时都这么打的闹闹 导演刚当那段可别剪进正片里呀 给我留点面子 节目组导演咳了声 维持着礼貌又虚伪的笑容 当然不剪了 都原汁原味地播出去 让观众们也乐呵乐好 直播间已是热闹非凡 节目组简直太鸡贼了吧 魏安然还让别剪进去 这哥还不知道是直播呢 而此时孙小小颇有心悸 他觉得如果他能化解尴尬 说不定能在江云生面前留下好印象 他凑到了公九面前 一千万而已 又不是还不起 在录节目呢 私人恩怨能别带入工作里吗 你说一千万不多 你是准备替他还吗 关我什么事 孙小小脸色一沉 原来不关你事啊 我还以为热心是名孙老师准备替他还钱呢 公九笑出了声 孙小小也有点上火了 公九你别蹬鼻子上来 我是怕你影响拍摄镜头 这理由是不是比你开头那句一千万 又不是还不起听上去和理多了 孙小小被对得无言以对 弹幕里个家粉丝唇枪舌战 斗得不可开交 现场的嘉宾们却全然不知 节目组也不敢让这样闹下去 他们可知道公九的脾气 看过公九被摔齐累 手撕黑粉 坠楼当当鞦韆的人都知道 唯力所图却从不手软 行为乖张狂妄 简直就是匹野马 拴不住的呀 天色已晚 老师们还是赶快挑选房间休息吧 还有一位嘉宾还没有来 桑田好奇地问道 那位老师的航班延误了 大家先不用等他 谁抽到了相同颜色的纸片 谁就成为一对 而抽签的结果终于出来了 魏安然和孙小小成为了一个组合 桑田和江云生成为了一个组合 而公九江和神秘嘉宾成为了一个组合 智林生的拍摄地在大跃山湖口村 三个小朋友是村里的孤儿 也是接下来一周 你们将要一起生活的对象 现在有老师们自己选择 与哪位小朋友生活 小朋友的家也是老师们 接下来几天住的地方 听到这话 嘉宾们表情各异 不说别的 靖村那段路就走得他们记忆深刻 既然是孤儿 那肯定家里穷 节目组后面没准还有别的任务 所以现在的选择就至关重要了 不只是住宿问题那么简单 谁先选 孙小小问道 说这话时却是看向江云生的 其他人他都没放在眼里 可江云生不同啊 如果能上这位大导演的戏 他没准能几身抄一些 女士优先 江云生绅士的笑了笑 不然就猜丁壳吧 运气说了算 桑田首先抢答 孙小小却心里十分不爽 他想借机和江云生多接触点 怎么身边老有人搅局 看来我运气不错 那我就先选了 江云生笑着上前 看了下照片 选了里面年纪最小的一个小女孩 我比较喜欢妹妹 就选她吧 接下来是魏安然那族选 她不喜欢小孩 尤其这几个照片里的小孩 看上去都拉里拉谈 于是鸡贼的他把决定权交给孙小小 他略微的瞥了一眼 思来想去 年纪大点应该懂事些 不会那么麻烦 不然就选这个男孩吧 而这时公九一把凑到了导演身边 导演 这位小朋友是不是腿脚不太方便 导演都惊着了 下意识反问 你怎么知道 公九指着照片 这个背景里有一面镜子 能照到小朋友的腿 导演拿过照片戏乔 拍了拍脑门 公老师眼力可以啊 这种细节都能抓住 孙小小本来都要拿起照片了 听到后手猛的杀住了车 魏安然趁机一把 抢走了另一个男孩的照片 我们还是选这个孩子吧 听说孙老师的身体也不太好 我照顾两个人有点难 别到时拖累了他们 魏安然一本正经的解释着 说完看着公九 却是笑了起来 多亏公老师提醒 不过公老师是习武之人 你照顾这位小朋友的话 应该会比较得心应手吧 公九嫌弃的瞥了一眼 我无所谓 和谁一起生活都一样 嘉宾们刚选完照片 节目组就宣布开始 没收行李和现金 桑田惨叫 打游戏升级都还有个初始装备呢 你们这也太狠了吧 孙小小也皱起眉 至少要让我们拿两件换洗衣物吧 头一回 五人的意见一致 节目组商量后 勉强让步了点 那就除了现金外 可以在你们原有行李里选择两样物 话还没有说完 公九果断的就撂倒行李箱 大家都是老实的打开行李箱 由于选什么好 至于公九 节目组已经傻眼了 他那行李箱里 装的居然全是吃的 公九蹲在行李边 拆开饼干就往嘴里塞 公老师 你这不可以啊 工作人员还在一边提醒 公九根本不理会 刚刚只说了不让袋 没说不让现在吃吧 九姐你别全吃光了 给我留点 桑田东西也不选了 先跑公九跟前蹭点吃再说 他这一路都没吃过东西 肚子都饿扁 而江云生却是笑出了声 突然就想起凶徒导演的吐槽 那丫头在剧组时 每天的饭和数量整整的翻了一倍 太可怕了 简直是个饭桶 想着他这么能吃 起身就将他带来的高级面包给了公九 公九突然就对男人好感度上升 将导要来一起吃点了 公九把自热锅打开了 看向江云生 江云生犹豫了片刻 有点不好意思走过去 笑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节目组见江云生都屈服了 更加无语 这大晚上的 终于吃了一顿饱饭 两个大美女和一个大帅哥 三人此刻都没讲什么形象 一人端着一盆自热锅 吃得呼啦坐下 孙小小和魏安然被晾在边上 显得颇为尴尬 导演 之前不是说到的地方有晚饭吗 孙小小开口问道 导演吞了口唾沫 嘉宾要是饿了的话 可以尽快回去自家的房子 小朋友们已经给你们留好晚饭了 孙小小两人听到这里 也没多的废话 拿好个自选的物品就走了 公九三人吃着呢 那香味 节目组都要顶不住了 三位老师 别吃了吧 一会儿小朋友要等急了 江云生和桑田都有点不好意思 就放下了筷子 只有公九还旁若无人的吃着 你们不会真信了节目组的鬼话 觉得回了屋子有晚饭吃吧 桑田眨把眼 没有吗 江云生也是第一次参加真人秀 显得有些单纯 是骗我们的吗 导演尴尬的不敢直升 公九指着远处 你们自己看上山的时候我看过 没见什么殿塔 现在大概晚上八点 就算是村里 也不至于这么早就睡觉 公九喝了一口汤 辣得吸了几口气 一个大山里甚至没几家通电的村子 你们还指望有什么好酒好菜招待吗 更何况咱们接下来一起生活的小朋友都是孤儿 年纪也不大 还指望他们负责我们的一日三餐 公九说完 指着节目组 再看导演那面想 老鸡贼了 你信不信他就等着拍咱们一会傻眼的蠢样 桑田不敢想象的质问着导演是不是真的 而此刻鸡贼的导演人都傻 质问着公九是不是偷看剧本了 真的饱饱的公九已经开始收拾东西走人了 按照节目组真要性的话 后面几天只怕不好播 桑田选的是唤喜内衣还有一瓶面霜 毕竟咱们甜甜是演员嘛 当然要注意好护肤了 生活七天不带换洗内衣肯定受不了的 而江云生更是直接摆烂 带了两本书 直播间人都傻了 江导是要笑死我吗 公九沉默了片刻 不想发表任何看法 已经预感到接下来几天 他们要经历何等的人间击苦 公九没废话 你们要是信我 接下来就听我的 他让江云生把另一本书 换成太阳能的充电小灯 桑田和江云生当然没意见了 公九一看就比他们老练多了 那九姐你带了什么呀 公九的选择有始至终都很坚定 他指了纸背包 一盒巧克力 还有一块压缩饼干 食物在这里可是硬通货 不过动身前 公九把巧克力拆了 给了桑田和江云生一人一颗 巧克力就当是给小朋友的见面了吧 两人到了线 小心翼翼放在衣兜里 接下来大家就要各自回到分配好的家里了 公九弱弱地问了一句 我队友什么时候来 不清楚 公老师你慢点走 那是我认识的人吗 我真不知道 你问我也没用 工作人员根本不松口 估计早就跟节目串通好了 就是这里吗 公九看着前方的小破屋 黑暗中依稀能见屋子的轮廓 完完全全就是个泥巴乎的土梯房 到处破破烂烂的 有种穿越回了50年前的感觉 观众们都快不相信了 这年头还有人住这种房子吗 是不是节目组的虚头了 这房子能住人吗 鬼屋也不过如此了吧 而此时的隔壁 孙小小已经在房门口待了10分钟了 直播间都笑疯了 哈哈哈哈 孙小小是非求附体了吗 他那房子完全就是的草卧 他人没事吧 而桑田这组却是欧皇附体 就这组住的是砖房 公九进了院子 屋子里有微弱的光线 屋里是一个身高刚够一米的男孩 穿着洗的发黄发旧的破衬衫 裤子早就卷起毛边了 他又脚的裤腿空荡荡的 处着一根木棍当管杖 他看着公九 目光里带着几分打亮与警惕 你好 我叫公九 今年22岁 站在男孩面前 公九略微弯腰 朝他伸出了手 男孩愣了下 盯着他的手 犹豫了片刻 左手在背后擦了擦 轻轻握住公九的指尖 我叫李军 今年8岁 两人这就算打完招呼了 男孩指了指背后 这是他这几天要睡的床 公九注意到 屋子左右的稻草上铺着凉洗 另一边的草堆上去铺着干净棉被 公九略微地思考着 他这是尽自己全力招待客人 是他的心意 我不能拒绝 公九说了句谢谢 就大咧咧地坐在棉被上 就像回到自己家了一样 姿态放松 甚至还把鞋脱了 盘腿坐了上去 直播间都想骂人了 这就接受了 公九脸也太大了吧 真好意思让小孩睡草库 自己睡棉被 而此时 公九更是说了句 是不是该吃饭了 直播间顿时炸开了锅 没看到人家腿脚不方便 你就不会服一下 还坐在棉被上 等人家小朋友伺候你 随后公九就这样 等待着李军把饭给热好 看来公九真当自己是来旅游的 观众都无语了 这是晚饭 李军把饭和筷子递了过去 小声道 筷子我用热水烫过的 很干净 更让观众吃惊的是 小李军煮饭的米都是贱的 这一小刀腊肉还是邻居家送的 他自己都好久没吃过肉了 公九双手接过 他看了眼李军 孩子回避了他的视线 但还是时不时盯着碗 小心咽了口唾沫 他太了解这种眼神了 是馋的 网友们都觉得公九不该吃这饭 小朋友自己都没得吃 一个成年人哪来的脸皮 然而公九吃了 他大口大口扒着饭 腊肉已经冷了 基本都是肥肉 可公九却大口扒拉了起来 瞬间直播间骂了起来 公九你特么当个人吧 能不能少吃点 刚才不是吃了自肉锅吗 怎么又吃 李军也很疑惑 这位大姐姐不是城里来的吗 怎么看上去像几天没吃过饭 公九就这样将饭吃了精光 是你做的吗 李军点了点头 是不是不太好吃 我都快吃完了 怎么会不好吃 公九竖起大拇指 你太厉害了 我还不会做饭呢 后面几天做饭可得靠你了 李军微微一愣 他刚刚夸自己饭做的好吃 还说以后做饭都要靠他了 有种自己被肯定了的满足感 整个人也放松了不少 一下子笑了起来 并表示饭就交给他了 你请我吃饭 我请你吃糖 你就是我在湖口村的第一个朋友啊 公九笑了起来 把巧克力递了过去 朋友 李军眼睛一亮 他没有立刻接 这个糖看着很贵 不贵 刚刚那碗饭可以买适合这种糖呢 李军听完 这才接过巧克力 又兴起又爱惜的端在手里 就是没舍得立刻吃 尝尝看 这糖放久了容易化 到时候就不好吃了 李军这才剥了一颗巧克力 放进嘴里 甜味在嘴里蔓延开的那一颗 他眼睛亮了 随后还把皱巴巴的糖纸斩平 小心翼翼地放到木盒子里 没关系 我还有 公九将巧克力都倒进了李军的盒子里 都是给我的吗 公九轻轻捏了捏男孩的脸蛋 当然 我们是朋友 朋友有好东西就会一起分享啊 直播间观众都快被感动了 纷纷表示收回刚刚骂公九的话 他是知道李军有些自卑的 是为了保护他的自尊才这样做的 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同情 而是你来我往的真心相对 呜 公老师这是什么铁汉柔情 爱了爱了 已经和小朋友和睦相处的公九 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而另一边 孙小小这组就显得十分拉胯 他选择的小姑娘叫王兴 今年刚满六岁 两人进去后就一直站着不动 显得无比拘促 客套地朝着女孩打了声招 不少观众都表示 为安然怎么打个招呼都好敷衍 孙小小的表情也好假 王兴倒也很懂事 热情为两人准备晚饭 两人观察着房子的周围 这简直就像一间柴房 这干草和凉席竟然是床 虽然一脸嫌弃 孙小小还是没有表现出来 这也让他想起 自己小时候像隔壁阿姨借米的长脚 哥哥姐姐吃饭了 你们饿坏了吧 快尝尝 小王兴给他端了晚饭 这才让孙小小回过神来 食物是白米饭配着几块大肥肉 两个人光是看着都要吐 这么腻的饭 根本就没办法下足 魏安然果断地将碗推给了孙小小 那什么 我还不饿 你吃吧 孙小小脸都绿了 这男人可真会找借口 姐姐 你不吃吗 小王兴好奇地问道 孙小小好歹也提名过影后 演技还是有的 他面带着微笑 姐姐是演员 要注意身材管理 所以晚上是不能吃饭的 原来姐姐是大明星啊 小王兴似懂非懂地点头 那我把饭留着 明天中午姐姐再吃好了 两人脸都僵住了 啥玩意 明天中午还吃这个 观众们也都抒发了自己的看法 魏安然什么表情 翻白眼给谁看了 我们小小太可怜了吧 住得最差 吃得最糙 队友也最垃圾 孙小小也太装了吧 嫌弃就嫌弃 还挺会找借口 怎么没见人家供酒 像你这么矫情 直播间都吵疯了 相对于这边疯狂的粉丝 桑田这边就温馨多了 不仅住得好 吃得也还不错 吃完饭 江云生为了感谢花花的招待 还为小姑娘编了个辫子 那手法不要太娴熟 桑田一脸惊讶地看着 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呢 江云生认真地把最后一条小辫扎好 是的 因为我有个妹妹 一直想给我妹妹也这样编来着 江岛居然有妹妹 这让桑田更加好奇 那他一定是个好哥哥 桑田给花花拿来镜子 小姑娘一头小辫子贼精致 一看就是用心了的 观众们都羡慕哭了 高冷男神秒变宠媚狂魔 原来你是这样的江岛 这简直是一家三口的济世感 而这一幕也正好被孙小小给看见 他痴痴地看着 冷记的双眸中又多了一丝灰暗 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他靠得那么近 或许只是一种奢望 深夜 嘉宾们都已经睡了 门外一道高挑的身影 低头弯腰正要进来 公九睡眠浅 听到一点动静都容易惊醒 这是上辈子留下的后遗症 显然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他没发出丝毫声音 快速朝门外走出 公九抬头的刹那 对上那双幽深的眼眸 鼻尖与鼻尖轻轻擦过 两人动作齐齐一顿 视线定格 保老师 公九 博一白让了一步 公九从屋里出来 有些诧异 你就是神秘嘉宾 博一白嗡了声 低头看着他 也是你未来一周的队友 公九示意他小声点 里面的小朋友已经睡着了 我们别吵醒他 说着就拉着男人向外面走去 我们去院子里面说吧 公九有点纳闷 保老师之前都不在 是怎么知道我是你的队友的呢 节目组提前告诉你的 按道理不应该吧 博一白没有说话 暗地里却在傻笑 这时追上来的工作人员 突然出现 气喘吁吁的喊着 可追上你的保老师 到底什么事 要大半夜急着见公老师啊 还非要让我们 在抽签时救救 话还没说完 就瞧见 博一白那要杀死人眼神 吓得他直接把话咽了回去 这才意识到 他暗箱操作和公九一组 这是不能说 公九还搞不清楚状况 你刚说抽签的时候怎么了 博一白立刻就拉住了 公九的手 休息的地方在哪 公老师先带我去吧 博一白是会抓重点的 你的床就在隔壁 是的 挺好的能睡就行 那你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深夜 博一白躺在草扑的棉被上 若有所思 他 他就睡在隔壁吗 晚安 公老师 联幕开拍的第一天半夜 神秘嘉宾 博一白才悄悄出现 第二天的一大早 刚打开门的公九 就碰到了起了 比他还早的男人 他穿着一套运动衫 出类拔萃的外形 简直就是村里最亮的仔 博老师 好巧 你这是要去晨跑吗 博一白摁了声 难道公老师也是 当然不是 公九坏坏的笑了起来 随后捂着嘴巴 和博一白悄悄的说 人是铁 饭是钢 我要去弄早饭 那你打算去哪弄 打劫节目组 说完转身就要走 那保老师我就走了 不会忘了你那份的 谁料男人 却一把拉住了他 公九露出自信的笑容 你放心 我一个人就能搞定 博一白脸上 却多了一副坏笑 我知道 但我知道这附近 有个地方更适合打劫 公九一副期待的眼神 真的吗 在哪 那么公老师考虑 拉我一起下水吗 那走着 两人迅速积了个掌 默契地达成了协议 随后在某个部外俱乐部 传出了杀猪般的嚎叫 只见公九和博一白 将整个房间的食物 都快搬空了 后面的江瑞泽都快气疯了 怎么大清早的 有两个强盗合伙打劫自己 江瑞泽狠狠地 勒住博一白的脖子 老白 你多少也给我留点 粮仓都快被搬空了 宝影帝内心根本毫无波动 等着公九把食物装好 一声不吭的就跑路了 江瑞泽气得直跺脚 这男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品 是不是被公九北带坏 而此时逐渐公九化的博一白 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分赃了 公九想了想 想到了一个地方 随后就看到公九提着一大包食物 往桑田的头上招 醒醒 吃早餐了 被强行开击的桑田 此时眼睛都还睁不开 看见两人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公九这才解释 想到节目组不会给咱们准备早餐 所以他就去打劫了 桑田对桌边上的男人指了指 我不是问的早餐 我是问宝老师怎么会在这里 博一白若无其事地表示 他也参加了节目 和公老师是一对的 什么 桑田都快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 神秘嘉宾居然是宝神 这到底是什么命中注定的剧情 我的白酒CP是真的 我死磕到的 桑田表情古怪 一脸坏笑 宝老师 你真是嘉宾 你不会是来和我抢九姐的吧 我一白瞥了他一眼 收回了地给他的食物 精神很好 看样子你不饿 怎么不饿 桑田委屈巴巴看向公九 九姐 宝老师不给我饭吃 你快管管他 突然 江瑞泽一把推开了门 脚上的鞋都跑掉了一只 怒气冲冲地朝着他们走过来 好啊 终于给我追上了 你俩简直太不当人了 你怎么在这 桑田一脸的不可思议地大叫着 这凡人的男人怎么阴魂不散 江瑞泽一听就来劲了 这可真是冤家路窄 双手插腰毫不客气地回道 我在这怎么了 这里又不是你家 说着就一把抢走公九送他的食物 这是我俱乐部的 还回来 桑田都寄坏了 抓着食物就是不撒手 嚷嚷着这是九姐给我的 就是我的了 而这时 江云生突然走了进来 很惊讶 宝影帝居然会来上综艺 我一白语气平淡 你都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 听两人的口吻 显然是认识的 观众们都心酸了起来 博神和江导好像合作过吧 那部电影还获奖来着 叫舞者 强推大家去看 博神靠这部电影横扫四座金奖 直接封神了好了 江瑞泽这时也注意到男人的 喊得生二哥 桑田都震惊得合不拢嘴了 今天的信息量也太大了 他们竟然是亲生的兄弟 顿时感觉欲哭无泪 江导文雅又有才 他弟弟怎么跟他截然相反了 观众们感叹着 一下知道了不得了的大新闻 看着桑田失望的表情 江瑞泽顿时有些不悦 嘲笑桑田是不是喜欢他哥 但很可惜 他不是我哥喜欢的类型 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桑田脸上微微泛红 努力辩解着 我对江导只是崇拜和欣赏 只有你这种心思龌龊的人 才看什么都是歪的 随后就看见两人 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嘴炮 江云生扶了扶眼镜 这两人之间的气氛 嗯 明眼人都明白 吵完架的桑田一脸气氛 拉着供酒就要到外面去吃早餐 很明显不想和某人待在一个屋 我一摆也不自觉地跟了上来 江云生赶紧让摄像老师跟上 毕竟龚老师的吃播素材可是很难得 随后转身就开始打量起江瑞泽 我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桑田 江瑞泽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浑身发毛 喜欢他 怎么可能 和你刚刚嘴臭耍贱的样子 跟你小时候欺负你喜欢的女孩子一模一样 江云生脸上的笑意都快忍不住了 江瑞泽急得都快汗流加倍了 才不是 我才没那么幼稚 后别已久的龚酒吃播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 跟拍老师早就架好机器随时带命着 看着桌上满满的牛奶面包小零食 龚酒已经开始流口水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薄一白嘴角略微上扬 为什么每次看到这女人吃东西都这么香 怎么办有点上瘾 看着男人痴迷的样子 观众们都受不了 博神这是怎么了 你倒是吃啊 薄老师怎么不吃呢 龚酒好奇地问着 不饿 薄一白迅速恢复了往日严肃的表情 实则内心却是 终于是想起了我 女人 龚酒弱弱地推给了她一包食物 多少吃点吧 节目组不当人 谁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任务 那行吧 她接过饼干 一口一口地吃着 认真咀嚼 很干 但有着小麦的回甘 龚酒吃着正香 转头看着男人很是好奇 一小块怎么嚼这么久 薄老师难道是压缩饼干爱好者 薄一白都无语了 用力将食物咽了下去 我需要水谢谢 龚酒这才递了个水壶给她 倒了大半杯 刚烧好的开水 热气缭绕了一点 我一白就这么盯着她 只勾勾地盯着她 像看一个没心没肺的妖怪 明明是准备烫死我 龚酒则是一脸呆 一副无辜的表情 观众们都笑疯了 不行了我要笑死了 龚酒是什么铁血侄女 给博神点凉水喝吧 孩子都快噎死了 九姐 咱温柔点成功 此时桑田也拿到食物 还嚷嚷着别跟着我 身后是江瑞泽两兄弟 江瑞泽没脸提地回了一句 谁跟着你了 我们也要吃早饭的好不好 桑田没好气地坐到龚酒身边 气得我现在都没吃早饭 委屈了什么也不能委屈肚子 我要化气氛为食欲 说完就吭吃吭吃地吃了起来 江瑞泽还在一旁盯着她 可桑田根本不看她一眼 我一白和龚酒则是在看戏 江瑞泽好心提醒着 虽然是录播 好歹也是综艺 你倒是维持一下 你那甜美小仙女的人设呀 一直黑着脸算怎么回事 要你管 我看你的脸才黑 比村里的毛坑还黑 桑田气得脱口就说了出来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接着就让跟拍老师 帮她把这段剪掉 跟拍老师掩饰着 内心的紧张答应了 龚酒嚼了嚼嘴里的饭团 晚了仙女 什么晚了 薄一白一针见血 因为这节目不是录播 是直播 桑田如遭雷击 饭团啪嗒就掉桌上 连地傻掉 儿呼 这一叫 口音都出来了 观众们集体看戏 完了 孩子已经傻了 哈哈 这一口穿味 桑田人生之暗时刻 大概就是现在了 演戏的时候 被你们碾压演技 上综艺还要人设崩塌 完蛋了 江瑞泽见状迅速跑过来嘲笑 哎呦 某人苦心精灵的仙女 甜妹形象 这下彻底塌了 桑田这会是破罐子破摔了 反正人设一垮 碗球那么多 吃饱了再说 而这仓鼠啃食的样子 怎么有点可爱 而这边 江云生早就意识到 节目组有些不对劲 跟拍老师吓得 赶紧把手机藏了起来 没有 没有的事 是吗 那你敢不敢把手机 拿出来给大家检查 跟拍老师根本不敢 跟这些大佬硬刚 只能妥协认错 既然节目组直播的事 被识破了 如果想要我们 对其他两位嘉宾保密 节目组就要负责 我们的一日三餐 对了 还要算上我们两家的小孩 不止 这样算的话 孙小小那组 也要加上才对 薄一白点了点头 认真的和龚九商量了起来 跟拍老师都快哭了 龚九这个人 才直接就反制节目组了 还是赶紧给总导演 请示一下 鉴于龚九和薄一白的威胁 总导演不得不把节目 是直播的事实公开 孙小小和魏安然 得到这消息后 脸直接清了 孙小小本想直接退出综艺 但想到自己这个时候退出 只怕人设崩得更加彻底 只能咬着牙继续参加 魏安然那边也是同样的想法 自己欠钱的事情 闹得全网皆知 她岁月静好的奶狗人设 估计是没了 小王星端着 昨晚的剩饭不知所措 这时花花来邀请小王星 龚姐姐带了好多好吃的 小王星犹豫了下 看向了孙小小 姐姐我可以去吗 孙小小都快恨死龚九了 又是龚九 节目拍到现在 风头全都让她一个人出了 孙小小皱紧眉 声音不觉严厉了几分 干嘛不去 剩饭吃了会闹肚子你不知道吗 跟拍老师见状连忙过来解围 好了好了 孙老师也是为了小王星的身体着想 随后就将小朋友带了过来 吃完午饭后 节目组把大家召集了过去 总导演也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思了 省区开场白直接宣布 沟通之后 大家也都同意继续录制 节目组不怕被威胁 饭也不会滚 更不允许向外界求援 这里当然是指两人打劫江瑞泽的事 后面几天就是让你们单纯的体验生活 当然 嘉宾们如果想要帮小朋友做点什么 我们也是支持的 不过只限于精神层面的支持 世界上另一种生活 就是想让大家看看 在灯红酒绿的世界外 还有特殊的一群人 像虎口村这群孩子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是这儿八经综艺该有的样子吧 是令生 是真的正能量 我也觉得比那些搞笑博婿头的综艺好看多了 节目组也是狠 不给你剧本 也没任务 嘉宾自由发挥 开完会 公酒就叫大家过来 咱们三家人我都大致扫了眼 只有江岛你家里通电了 家具还算健全 后面如果做饭这些的话 就在江岛这里 咱们大人先把伙食这一块负责起来 江云生点头 这个没问题 那食材呢 节目组一分钱都不给 咱们去哪找食材啊 桑田有点愁苦 放心 饿不着 公酒勾唇一笑 博一白看了他一眼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眼中爱意见能 公酒这边已经准备这几天一起搭伙过日子 孙小小和魏安然那边 就是另一种画风 直接就叫停节目准备退出 而在导演的寻寻善诱之下 他们还是留了下来 毕竟负面形象已经发生 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挽回 在后续的录制中挖掘闪光点 挽回口碑 孙小小和魏安然对视了一眼 欣然同意了 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至少比发个通告要管用 不过还是保留随时中断录制的权利 可接下来两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魏安然心里不情愿 但也没办法 公酒多半会孤立他们这一组 这时公酒也是走了进来 礼貌地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安排 接下来每组要分头行动 江云生和桑田留下照顾三个小朋友 辅导他们学习 公酒和博一白去山上打点野味 为晚饭准备食材 至于孙小小这组 就去和村民们借点蔬菜吧 魏安然明显不同意 嚷嚷着凭什么自作主张 孙小小连忙拉住了他 好的 没问题 毕竟为了挽回形象 他们现在只能忍气吞声 那就拜托二位了 我和保老师去找龚俊 说完转身就走了 博一白在一边也不作声 乖乖跟上 对了 节目要我们选的东西 你选的是哪两样 公酒忽然就想了起来 博一白看了眼镜头 努力地思考着 不知道能不能播 公酒脱口而出 又是涉黄的 呼 旁边的跟拍最先笑喷 博一白俊脸上表情一言难尽 目光乌沉沉的 那两次热搜怪谁 公酒疑惑 指了指呆萌的脑袋怪我 这个马子后面直接就没生了 薄一白清吸一口气 很是无奈 咬字格外用力 怪 怪我 观众们也是被这两口子给逗笑了 哈哈 社皇这个梗过不去了是吗 两宫相遇必有一伤 为什么次次伤的都是宝神呢 博神本人不搞笑 但一遇到公酒就好搞笑 这是为什么 博一白把东西拿了出来 却见他拿出来的竟是一把堂刀 长约一米 宽两指 从他手里接过 公酒推刀出窍 眸光一亮 刀是好刀弹怎么没有开刃 他有点遗憾 博一白笑了笑 练习用的 那另一样呢 博一白打开小包 里面装着的居然是一些飞镖 倒是开刃了的 也是练习用的 博一白恩了声 随后就见公酒对那把堂刀有些爱不试试 喜欢刀 喜欢 公酒点头 可惜就是没开刃 跟拍老师在旁边好奇不已 公老师 这不是武士刀吗 不是 堂刀刀身笔直 刀尖是方形 公酒摇了摇头 武士刀有一定弧度 刀尖尖锐 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观众们也恍然大悟 又盖了新的知识点 刚刚我也以为是霓虹国的武士刀 还那么来着 不过博神又是堂刀又是飞镖的 是在为下一部戏做准备 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啊 堂刀没开刃 公酒还是有些遗憾 这把刀的材质是真不错 把飞镖带上吧 倒没开刃就算了 咱们先上山 两人直接往山上去 上山的路不好走 但对公酒和博一白来说 却没任何压力 像是走在平地上似的 倒是跟拍老师走得气喘吁吁 跟得艰难无比 喘着气喊着慢点 真要爬不动了 你这身体的确不行 公酒摇头 一看就很少锻炼 这山上海拔不低 估计你们更受不了 博一白也沉吟到 的确是拖累 跟拍老师都被两位大佬给扎心了 别的嘉宾最多就在村子里溜达 也不像您二位一来就要征服十万大山啊 把GoPro给我和公酒 你们下山等着 公酒举双手赞成保老师这建议好 你们跟着的话 速度太慢 我们俩还要迁就你们的速度 跟拍老师也是遭到打击 下定决心 这一期路完就努力成为猛男 博一白拿着GoPro 与公酒重新踏上征程 甩掉雷坠后 两人速度明显上升了一大截 镜头内 公酒长臂一撑 直接翻过一根拦路的巨树树干 那两条大长腿像是装了弹簧似的 英姿撒爽 浑身上下充斥着力量与野性 这一瞬的回眸 像是与自然融为了一体 如自然女神降临 那双眼睛妩媚而又惊心 博一白忽然站立不动 他愣住了 此刻的女人真的好美 公酒朝着男人招了招手 保老师怎么不懂 他朝着发呆的男人伸出了手 前面的波势有点抖 怕摔的话 我可以牵着你 怕摔的话 我可以牵着你 公酒的话 让博一白沉默了 自己倒成了的小白脸 观众们都笑死了 我博一白不要面子的吗 谁知博一白看着女子伸来的手 倒也不生气 毫不客气地握住 那公老师可得把我牵住了 放心 摔不着你 公酒捏了捏男人的手 软软的 小声嘀咕 细皮嫩肉的 细皮嫩肉 博一白没烧一条 说他吗 哈哈哈哈 观众们直接笑风 博神这是被鄙视了吗 讲道理博神身材很好耗发 六块腹肌狗子腰 宽肩翘臀人鱼线 要啥啥都有 我不信 除非薄神让大家瞧瞧 随着不断深入 公酒终于停了下来 前方是一片茂密的竹林 地上到处都是冒头的小竹笋 不出我所料还真有 他回头看向博一白 干活吧 保老师 公酒说完 先动了起来 寻到一根冒头的竹笋用力一摆 博一白也没偷懒 不一会儿功夫两人就掰满了一大被笼 公酒还从旁边的林子里扒拉出了一些木耳和杨赌军 还有不少野果 还差了点什么 公酒喃喃道 于是他打开了那盒飞镖 又钻回林子里 回头还不忘对博一白提醒 你就在这里等我 不要走动 又过了半个小时 公酒满载而归 收获丰富 直播间里众人看到他左手三只兔 右手两只鸡 都沉默了 我算是知道他拿飞镖干嘛去了 要不是节目组的摄像身体太惨 我都怀疑这些是不是提前放好了 公酒麻利的把兔子也记捆好 博一白看他熟练利索的手法 发现自己竟插不上手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像参加了一个养生节目 嗯 是挺养生的 公酒点头 食材新鲜 大山上空气也好 还没污染 他说着 把那满满一被拢食材背上 博一白顺手抓住了被拢 我来吧 别了 公酒摇头 脸上坏笑的表情堪称满分 虽然保老师你臂力不错 但下盘好像不太稳 摔了还得我把你背下去 谁下盘不稳 如果镜头能拍到的话 所有人都能看到保影帝 脸上的笑容是多么的僵硬 下一刻 gopro里镜头一转 所有人都看到了 男人俊朗逼人的面容 以及生人物尽的冰冷眼神 博一白把gopro塞到了公酒手里 拿起他那一被搂的战利品 转身大步离开 公酒站在原地愣了愣 抠了下脑门 小声嘀咕道 我说错什么了吗 好像得罪人了 观众们再次笑风 哈哈哈哈 是的 你把博神得罪了 男人就不能说下盘不行 九姐长长心吧 博一白和公酒满载而归 别说桑田和小朋友们 就连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导演擦着脑门上的汗 嘀咕着 公酒是个半板 这下好了 嘉宾挨乐是不可能的 不过魏安然和孙晓晓好像还没回来 我们就先分工把饭做了吧 公务行干啥啥都行 吃饭第一名 但做饭吗 对不起 超棒了 至于桑田也成为了等饭小朋友的一员 厨房 现在成为两位男人的天下 做饭我是没什么问题 不过这兔子和鸡 姜云生有点犯难 不敢杀 你应该敢吧 他看向博一百 博一百冷淡的嗡了一声 浑身上下裹挟着寒气 桑田悄悄拽了拽公酒 问道 保老师咋了 你刚在山上欺负他了 不能够啊 公酒也纳闷 我就都快把他捧手里了 就差寒嘴里怕话 桑田忽然抖了抖 惊恐的看着他 我的姐 车步路都压我脸上了 你们到底在山上带了啥 博一百嘴角轻不可见的抽出了一下 而根子都红了 姜云生手一滑 差点没把鸡给放跑 所有人都齐刷刷的看向公酒 只有他脸上带着无知的迷茫 我一百拿走不甘为口粮的野鸡 阴沉着脸 转身出门 我去放血 桑田浑身哆嗦 捂着脖子 我怎么感觉保老师这句话是冲我说的 姜云生一言难尽 这乡村公路 不宜开车 还满一大被搂食材的公酒 已经在让男人们开始准备午饭了 午饭刚被端上桌 不速之客就上门了 孙小小和魏安然两手空空的看着那一桌子的菜 五脏六腑都开始疯狂造反 他和魏安然碰壁了一下午 一片菜叶子也没能要到 只能慌忙解释 我是看这里的村民给自己都吃不饱 就没好意思问他们要东西 七 倒是会选时候 白痴马桑田小声嘀咕了句 声音恰好能让孙小小听到 他只能暂时压制住愤怒 而接连两天受到委屈和轻视 让魏安然短暂失了理智 他大步上前抓住正在给大家放筷子的小王星 高声道 小星 太晚了 咱们该回家了 小王星满脸诧异 不舍得看着一桌子丰盛晚餐 男人不由分说 拽着小王星就走 桑田见状火气也来了 几乎是嘶喊 小王星晚饭还没吃呢 那也是我们的事 魏安然声音也是极大 低头看向小王星 家里还有剩饭你忘了 不是你说的不能浪费吗 我 可是 只有六岁的小王星哑口无言 他也知道不能浪费 可是今天晚上的晚餐真的好丰盛 小姑娘很是委屈和不舍 不知道怎么给自己辩解 桑田忍住不悦 想着给男人留点面子 孙老师 是我们留小王星下来吃饭的 都是一个村的小朋友 一起吃饭没什么吧 不料这话到了魏安然耳朵里 又成了另一个意思 只留小孩 不叫他 就是明着排挤他们是吧 我和我家小朋友说话 你插什么嘴 魏安然的声音格外的可怕 小王星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魏安然也被这哭声刺激到了 你哭什么 我又没有说你 魏安然你有病吧 怎么和孩子说话呢 桑田上前就要拉走小王星 男人却怎么也不肯松手 直播间都快气疯了 魏安然还记得这是在直播吗 暴露本性了吧 这种人绝对有可能欠公九的钱不还 孙小小在旁都傻了 这个男人怎么回事 镜头前都不演一下 这么容易就破防了 放手 公九上前一把握住男人的手 冷冷盯着他 小声提醒 别逼我在大家面前对你动粗 魏安然松手了 却没有善罢甘休 对着公九吼了起来 你打呀 你有本事你打呀 桑田连忙抱住了快掉眼泪的小王星 嚷嚷着魏安然 你别太过分 江倒 桑田你先把孩子们都带屋里去 公九压抑着情绪 语气平静 江云生点了点头 和桑田带着孩子们离开 临走时艳烦地瞪了眼男人 孙小小见状 也不想掺和魏安然的事 时序地拉着小王星的手 让我来吧 江云生拖着小王星的背道了声谢谢 等他们都走了 公九这才到 还要继续表演 魏安然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表现出一副痛苦的表情 好痛 你还不撒手 手都快被你扭断了 公九笑了 表演得这么投入 搞得我不配合你 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手上骤然用劲 那一刹 剧痛直冲男人的天灵感 啊 断了 我的手断了 这声惨叫可要真情实感多了 节目组的人都吓坏了 就见魏安然捂着自己的手腕 表情扭曲的泪珠在眼里打断 公九的确给他掰折了 然后再眨眼间 疯狂输出异能 又把手给他治好了 手腕虽然好了 但痛绝还停留在男人的肌肉记忆里 现在的惨嚎倒是真的 公九松开了手 退到一旁 这个惨叫声才有点影后的意思吗 男人毫哭不已 一直握着自己的右手手腕 右手无力地搭拉着 看上去好像真的断了 工作人员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要去叫医生 场面一片凌乱 也就公九还稳若泰山 脸上挂着若有肆无的笑 等医生到了不知道要多久 要不我再帮你把手治好了 公九搭不上前 气势强得像是要吃人的猛兽 下一秒就朝着魏安然的脸上招呼上去了 几乎是下意识的 男人举起双手不乱挡开 两只手在前面不停挥舞 场面忽然就安静了 公九似笑非笑 蔑视着他 手不是断了吗 还能摇花手 男人盯着自己的手腕 也是一脸难以置信 一开始的确是装的 可是中间公九突然用力 他真的差点痛得昏死过去 直播间都要骂人了 这魏安然就想碰瓷我们公武行是吧 魏安然看着周围人怀疑的眼神 现在是真崩溃了 我可真厉害 这么用力的捏你手腕 怎么你手上连个红印子都没有 可谓安然手上却并未有一丝丝的红 公九忽然一拍手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传说中的灵魂攻击 刚刚一不小心伤刺到了你的灵魂 扑 不知道谁率先笑出了声 博一白咳了一声 眼里带着笑意 现代社会 不能搞封建迷信 保老师教导的是 公九点头 更困惑了 那我究竟是怎么掰断手的呢 难道是靠脑电波 我一白眉梢一扬 现代科学有了质的飞跃 公九忽然露出害怕的表情 完了 我会不会被抓去解剖研究 不至于 现在是人权社会 两人你一眼我一语旁落无人的进行学术探讨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而全程观看了这场精彩碰瓷秀的粉丝们 更是叹为观止 只有魏安然知道 小丑竟是我自己 我只想说 整个山的笋都被薄神和公武行夺完了吧 不量小生竟当众欺负小朋友 武力担当的公九当然正面开队 徒手就能捏碎他的手腕 然后瞬间又将气治好 明明手如同针扎般疼痛 手上却没有任何痕迹 到这份上 魏安然就算硬着头皮也要掩下去 医生检查完他的手腕 疑惑到 怎么个疼法 就是疼 像是断了一样 魏安然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 骨头肯定是没断的 不排除扭伤和关节挫伤的可能性 桑田忽然问道 医生 这手腕有没有可能是被人徒手捏伤的呀 医生笑了笑 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对方练了九银白骨爪 或者分筋错骨手应该没问题 桑田猛的对弓九拱手 九姐 武林高手呀 弓九摆了摆手 可惜了 现在没有江湖 不然我还能去争一争武林盟主 医生不清楚来龙去脉 直接被逗笑了 打去道 要真有那本事 这手早就肿成馒头了 他说完看着魏安然 如果你这股裂般的痛 也有可能是风湿 我建议你不放心的话 还是去医院照个C 魏安然脸都快清了 魏安然对着还在拍摄的小哥 等人黑着脸 吼道 还拍什么拍 不拍了 丢人丢到这份上 他还拍得下去个鬼 观众们直接拍手叫好 早点滚吧 好好的节目 都要毁这一颗老鼠屎上了 也有死忠粉不听 明明就是龚九连和其他人 欺负然哥 通通粉转黑了 随着男人的离开 众人终于能安安稳稳地吃顿饭了 也没人再去挽留魏安然 孙小小心里也在庆幸 还好他忍住了 没有正面去和龚九硬刚 江云生忽然问道 听说他还欠你钱 一千万这个数目不少 打结局了吗 没有 龚九并不在意 只顾着嘴里还没嚼完的鸡爪 我一白偏头看着他 目光沉沉不知在想些什么 那看来你们过去是很好的朋友 龚九抬起头 或许吧 反正不是CP 嗯 看得出来 江云生笑着点头 你应该不会喜欢这种性格的男生 副义 桑田表情笃定 我姐这种人间扳手 扳弯女人都不在话下 怎么可能喜欢小男人吗 搬弯 龚九疑惑 我搬弯谁了 桑田正要自告奋勇 对上薄神优良的眼神 猛地打了个冷战 谱出四个字 广大网友 国神这才松了口气 江云生看了眼薄一白 笑容伸了几分 继续引导话题 桑田说得有理 所以小九的理想形是什么样子的 龚九也不知话题怎么莫名其妙 就到自己的择偶关上了 偏偏周围这六双眼睛还都很好奇 只有孙小小脸上有些难看 小心翼翼的偷瞄江云生 他叫龚九小九 龚九缩完鸡爪 扫荡完最后一块肉 认真思索了片刻 其实小男人也不是不可以 薄一白神色略显微妙 龚九舔了舔嘴唇 仔细幻想 只要会做饭就行 最好试个厨子 直播间的人坐不住了 我决定了 我要去新东方 将武神等我学成贵来嫁你 哦不 娶你 这时 薄一白给他加了一大块肉 问道 今晚的饭好吃吗 龚九肯定的点头 手一棒几 薄一白的脸上流出痴痴的笑 我做的 众人一副吃瓜的表情 难道这是要 血剑龚九竖起大拇指 开店吗 我入股 桑田举手 算我一个 江云生笑容意味深长 那再加上我好吗 薄一白整个人无语 一副关你们什么事的表情 问完龚九 江云生又将手伸向桑田 桑田呢 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 桑田有些不好意思 也没想过 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看你和我家瑞泽关系还不错 哈 我们关系哪里好 听到这个男人的名字 桑田就一肚子气 他怎么会喜欢这种又质气又差的男生 江云生有些可惜 看来小弟还需要加把劲才行 忽然孙小小凑了过来 不知道江导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江云生支支吾吾没有作声 不经意地看着龚九吃着鸡腿满嘴流油 温柔地提醒他嘴边有食物残渣 孙小小有些失落 难道他喜欢的是龚九 所以才会对他那么亲密 此刻 一只细腻又温柔的手扶过龚九的脸颊 另一只手仔细地擦拭着女人的唇边 轻声道 慢点吃 没人和你抢 龚九有些僵住 桑田看见这莫名的暧昧 兴奋极了 又磕到白酒CP了 随后两人又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 一般的收拾起了碗筷 桑田追问龚九 被博神擦嘴是什么感觉 只有孙小小有些落寞 心不在焉地收拾桌子 怎料一个不小心被木渣给刺到 心酸和疼痛滑的一下瞬间迸发了出来 而这一幕 江云生却看得真真切切 他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天真可爱 多了几分世俗 可现在的他 依旧是那个需要保护的小女孩 来了来了 白酒夫妇又要开始撒狗粮了 因为村子里没有浴室 傍晚的时候 公九抱着盆就出门了 两天没洗澡 今天在山上又是挖笋又是打猎 他也出了点汗 好在村子外有个小布布 水从山上下来的 水质很干净 他趁着夜黑风高就过去了 他观察了下 确定没有大半夜不睡觉出来六弯的神经病 快速将自己脱了个干净 直接下了水 深吸一口气 就沉到了水下面 水下很安静 步步的冲击声也被挡在外面 公九在水里憋着气 乌漆骂黑的啥也看不清 就在他想要往前上游的时候 好像摸到了什么东西 像是根 一根棍 公九就要睁眼的瞬间 一只手从上而来 撞破水面 掐住他的后脖梗 将他给提了起来 公九条件反射一个手刀击向对方 手腕却猛地被对方锁住 整个人竟是直接撞进了对方怀里 他眼中闪烁着的胸光 可在看清镜前那张脸后 骤然变成了只乖巧的小动物 两个人顿时尴尬地不敢作声 冷白的月光落下 公九与月光成了同色 湿发如绸缎般披在脑后 露出光洁的额头与魅惑的五官 因为猛圈的缘故 红唇微微张开 国一白瞳孔的一阵 手上泄力 只看到男人的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 公九也没多想 短暂猛圈后 冷静地朝男人试探 你也洗澡了 还挺巧的 国一白回过神 迅速松开他 转过身 公九看着他发红的耳根 鬼使神拆 真就是鬼使神拆的 伸手摸了下 居然一摸变得更红了 男人的背脊瞬间紧绷 公九真想一巴掌 给自己扇脑门上 竟然忘了这年头乱摸男的 同样犯罪 却见男人将公九 还没收回来的手一把钻紧 漆黑眼瞳里 像堆积着要将人 坟禁的冷烟齿 男人的唇紧抿着 大抵能预估到 接下来会出现 何等犀利言语 他不准备给对方机会 我有罪 请让法律来惩罚我 国一白嘴角 轻不可见地扯了扯 目光沉沉地盯着他 说说看 你犯了什么罪 公九看着这张 引人犯罪的脸 视线却不自主地往下移 这个时候普法 好像不太合适 原来你也知道不合适啊 国一白咬牙切齿 刚要开口 惊觉不对 若是被发现 孤男寡女赤身国体 在瀑布这边供狱 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 下水 国一白快速说完 公九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沉水下去 朝着瀑布后面游过去 潜水游的过程里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爪子扒拉到了什么 毕竟他和国一白距离太近 他隐约感觉 男人身体又僵了下 好像一口气没憋住 还吐了个泡泡 公九下意识想到 这要是一不小心呛死了 他岂不是头号嫌疑人 当下他不管瀑布 抓住国一白快速 朝瀑布后游去 瀑布形成的水帘后 有一处内凹的岩洞 可以藏身 公九刚冒头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听到男人咬牙切齿的声音 能松手了吗 刚在水下 他也没注意到 自己到底抓的是个什么 就觉得挺趁手的 现在吧 他耗死不死守 还下意识地握紧了下 瞬间 男人的呼吸停滞了 就这么怒视着他 公九的脑袋里 突然一片空白 然后惊起惊涛骇浪 懂了全懂了 公九立刻收回罪恶之爪 毕竟他从调戏进化成了违线 他深吸一口气 举起右手自证清白 保老师 我可以解释 从鬼使神差的摸耳朵 到水下触碰男人 那不可名状之物 要死 从调戏进化成了违线 这回是罪上加罪 黑暗中 男人的眼里像是聚着一团烈火 明明泡在冷水里 公九却感觉自己要被烧透了 下意识地想往后退 却见男人伸过来一只手臂 锁住他的腰 他整个人陷入男人 强有力的怀抱中 公九带着恳求的语气快速道 保老师 您冷静 杀人犯法 男人眉头猛地皱紧 朝河岸看去 黑暗并没有影响公九的势力 他抬起头 隐约看到薄一白竖了根手指在唇边 比了个近身的动作 那唇形 公九仿佛被击中小心脏 脑中飘过一个念头 还怪诱人的 而下一刻 男人咬牙切齿的声音再度响起 等会再找你算账 公九脑子里的红尘俗域 瞬间被掐灭 六根清静的堪比和尚 哪怕这会儿两人赤身 国体面对面拥抱 那也是想都不能想啊 再想真的要铁窗类了 河岸边 两个脑袋刮在边上冒头 看两个小家伙的架势 这大半夜是跑过来摸鱼的 哥哥姐姐们今天把肉都让给我们吃了 我们争取多抓点鱼盒螃蟹 两个小家伙嘀咕着 公九唇角不由自主地翘起 倒是几个暖心的小家伙 虽然瀑布的冲击声很大 但他靠着异能还可听到 你很开心 男人的气息浮荡在耳畔 深沉的语气 清晰的咬字 感觉下一刻要被男人吃掉 公九笑容僵在嘴角 不是吧 这么黑 这男人都看得到他在笑 太合金狗眼了 公九收敛笑容 怎么可能 我明明在认真忏悔 忏悔什么 忏悔我玷污了神明 公九鬼使神差地想起了当初蓝姐说的话 博一白有些无语 有时候他真的很想撬开他的脑袋瓜 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如果公九抬头 定能看到男人脸上羞涩的潮红 眼神里带着些无奈和郁闷 是吗 紧紧忏悔就完了 公九的确感觉罪恶深重 他吞了口唾沫 小声道 要不 我公开给您道个歉 他快速又加了句 书面道歉也行 博一白嘴角再度抽搐 书面 道歉 论水下是如何失手提枪伤人的吗 瀑布边 小李军处着木棍走得稍有些慢 大喊着另外两个小朋友的名字 公九听到了这声呼喊 神色微变 这群小家伙大晚上都不用睡觉的吗 小李军从高高的草丛里挤过来 两个小朋友还在水边摸鱼 小李军余光扫见脚边不远处放着的衣服和水盆 猛的一愣 他记得这衣服 白天就穿在公九姐姐身上 而另一头的岸边也放了一套衣服 那衣服一看就是男人的 小李军脸色骤变 瞬间慌了 生怕其他人发现 手下木棍挑起旁边的衣服就往远处一丢 赶紧毁尸灭迹 慌张地喊道 哎呦 我肚子忽然好痛 咱们快回去吧 痛死了 不行我杵着棍子走不快 你们快来帮帮我 他们也不好继续摸鱼了 提着空空如也的小竹篓 一左一右跑去掺着小李军 三个小家伙走后 水帘后 两个人依旧赤裸相对着 公九小声道 他们好像走了 薄一白紧抿着唇 快速道 你先出去把衣服穿上 公九指了指腰上的手 有些微无语 那您是不是得先松开我 薄一白快速把手收了回去 彻底背向他 感觉到女人离开水帘后 薄一白长松了口气 眼神里满是羞怒与懊恼 他低头朝水面下看了一眼 真是活久见 他所有的冷静与克制仿佛都失笑了 这一切 公九不得而知 他游回岸边后 人都傻了 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毁灭 他的衣服呢 薄一白刚从水里出来 我去脸上的水 眼睛一睁 就对上一张略显尴尬的脸 两人四目相对 月光落在水面上照亮两人 只听女人轻声说道 我衣服没了 这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泯灭 刚上岸的公九 居然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 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 银白的月色照亮两张略显干大的脸 薄一白本来不想笑的 却头一次见女人脸上露出如此窘迫的神情 与平时那极度嚣张 一切胜圈在握的模样 反差太过强烈 他铭紧的唇角不受控制地朝上一翘 手抵住唇 扑痴笑出了声 还好不是人没了 公九往水下沉了些许 声音略小 薄老师 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薄一白倾壳了声 朝自己放衣服的地方看去 见衣服还在 转过身 我的衣服在那边 你先穿上吧 眼下也没别的法子 公九没有反对男人 乖乖朝岸边走去 捡起薄一白的衣服就往身上套 男人身高一米九 卫一套在身上 刚好到达大腿的位置 小心一点正常走路倒不至于走光 至于裤子 就算给他穿 也穿不上 衣服上有淡淡的香味 不是香水 就是单纯的洗衣液的味道 却很舒服好闻 公九回头 见男人一直背对着自己 他赶紧换道 我好了 薄一白这才转过身来 暗边 月色映照在女子散落的长发上 宽大的卫衣照在身上 露出若隐若现的肌肤 下衣失踪 露出修长笔直的玉卒 此情此景 倒有些让人想如飞飞了 公九转过身 朝远处走过去了一些 薄老师也快点穿上裤子吧 片刻后 薄一白穿好裤子 公九回头 更尴尬更尴尬的是 狼狈 不知是谁率先笑出了声 虽然一套衣服两个人穿很好笑 可笑着笑着 公九笑容就没了 他就身上那一套衣服 到时候节目组发现不就完了 薄一白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报应虽迟 但道 公九没好气 保老师还有心思内讧 记住你的书面检讨 公九的笑容又寡淡了几分 男人你的名字叫小气 先回去睡觉吧 薄一白将卫衣的动脑拉起 罩住他的脑袋 自然而然地摸了下头 动作一气呵成 公九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帽颜刚好遮住眉毛 那张小脸显得只有巴掌大 您这是 逗狗子呢 薄一白嘴角笑意骤停 假装若无其事 那卫衣空空荡荡又宽大 他又居高临下 余光不禁一扫 就看见了一抹春光 他快速挪开视线 深吸了一口气 在公九震惊的注视中 那张俊美无比有些微红的脸上 神色变得严肃至极 随后骤然出手 猛地抓住他领口处两端的帽声 刷得一声用力抽紧 快速记了个死结 将所有有可能炸泄出的春光 全部封锁在衣料之下 眼前忽然一片漆黑 只有鼻子露在外面的公九 他觉得自己像个动吐表情包 费老大劲他将才解开 公九已然无语 保老师 我再强调一遍 杀人是犯法的 说完 他便自顾自地想要找回自己的衣服 他正要往草丛里钻 却被薄一白拉住 先回去 夜里温度太低 容易感冒 公九自觉自己的国防身体 感冒是不可能的 但目光落到薄一白赤薄的身上时 还是犹豫了片刻 现在黑灯瞎火的的确不好找 等天快亮的时候他再过来 只要抢在节目组的人发现之前找到衣服就行 两人一起往回走 一路沉默 薄一白把他送回土屋后就离开了 今夜差点射死 公九捏手捏脚掀开门帘进了屋 他的衣服怎么好端端就没了呢 公九看向对面貌似以睡过去的小李军 头疼的抠了抠脑门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 他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男人的呼吸略有点重 幽深的眼眸却不失风度 公九扔了片刻 目光落到他手里的衣服上 保老师 你回去帮我找衣服了 嘴下伤人事件 诡异消失的衣服 还有两人一套衣服的情景 已然让公九差点射死 男人的衣服紧紧包裹着全身 干燥而舒服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 保老师 回去帮我找衣服了 薄一白淡淡嗡了声 把衣服递到他手里 衣服已经脏了 恐怕已经不能穿了 薄一白又递了一套干净衣服过来 虽看不清款式 但还是能看出是女装 公九有些诧异 这深冬半夜老山村里 他是从哪找来干净衣服的 公九见他一直还赤脖着上身 没有墨迹 回屋换衣服去了 等等 薄一白忽然拉住他往墙角那边过去 低声道 还是在这里换吧 不然公九也意识到了什么 过去他还真没发现这男人这么细心 土屋里没什么遮挡 他要换衣服的话 势必得当着小李军的面 的确不太陡的 尤其那小家伙好像并没睡着 薄一白转过身 高大的身影像一堵坚强挡住了月光 有种说不出的可靠 公九快速把衣服换上 谢谢 不客气 低沉的男声在头顶响起 有些好听 抬头之际 男人的手掌轻轻落在头上 轻轻抚摸 头发干了就好 公九眨了眨眼 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好像是干得挺快的 谢谢宝老师 不愧是同身共赦死过的好战友 正当公九满心感动之际 男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意味深长看了他一眼 一千字书面检讨 明天记得交给我 说完他便走人 随后唇角不由上翘 喜悦之情异于眼表 只留下他呆立在原地 不由自主地张开嘴 男人 果然是记仇的生物 他看着自己的右手 想起这就是罪恶之源 忍不住狠狠地打了自己手背两下 真的一失找成千古恨 第二天大早 公九一亮相 众人眼睛就被他给亮瞎了 笑拥了 宫老师这是什么乡村土害风格 红沛绿赛狗屁 真的绝了 公九却迈着自信的步伐 一身棉质的花衬衣花长裤 俨然就是村里最艳的仔 哈哈哈哈 我的姐 你是把我外婆的花床单 拿来裹身上了吗 桑田差点笑悦了过去 江云生也忍不住问 他这一身衣服哪弄来的 公九浑然不觉搞笑 眉梢一条 照样是个冷艳裤紧 衣服脏了 管人借的 早上他看清这身衣服时 料想昨夜博一白 是找村里的老太太借的 好端端的影帝 长得又袖色可参 大半夜赤身国体 找老太太借衣服 也不知有没有 把人吓出个好歹 吃饭的时候 桑田时不时用手 摸着公九的新衣服 你这衣服找谁借的呀 带我也去借一身吧 我都快搜了 公九眼里只有食物 随口就回答着 村西流奶奶的 就这一身 听到这 云朵咬着磨磨 奶声奶气道 我记得这衣服 是村口王奶奶的呀 上周我还见他穿过呢 那大概是我记错了 天黑 没方向感 公九大言不惭地回答着 他眼神一瞄 看向一场沉默的国一白 又发现不对 就见国一白手腕上 手背上有不少红色的花痕 这是昨天在寻找公九衣服时 在草丛里被割伤的 昨天做饭时不小心弄伤的 男人语气波澜不惊 桑田再度疑惑 不对啊 我明明昨晚吃饭的时候 看到没伤啊 这时 小云朵一脸天真无邪地抢答 一白叔叔是去钻草丛了吗 我上次手背草叶子割伤也是这样的 两人瞬间无语 谁来把这两个小学生的嘴给堵上 随后两人不约而同地 用食物堵住这两个话牢的嘴 小李军快速瞄了眼公九合博一白 立马把头低下去 好在 旁人都没注意到他的反应 直播间里 粉丝们已经笑诈过了 而此刻 魏安然却独自走了进来 桑田脸色忽然一变 看向院门外 不是吧 他还没走 听说总导演去劝了半宿 九成概率是要退出节目的 众人见魏安然静止走到公九面前 诚恳地低下头 昨天的是对不起 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这话一出 桑田都给惊着了 还以为直播镜头没开 一个劲地朝镜头看 公九喝了口粥 气定神闲地嚼完嘴里的食物 头都不抬 眼神也懒得给 一副生人物尽的眼神 那么公九是否会原谅魏安然呢 阿陈衣红棉袄 黑丝长袜腿上套 冷艳酷姐你别笑 公九这身装扮 俨然走在时尚前沿 这可把桑田羡慕哭了 而这时 魏安然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走了进来 本想借着直播当面道歉 能挽回形象 却没想到 公九压根没想理他 眼神也懒得给 别和我说话 再吃饭了 我有洁癖 当着直播的面 桑田一嘴的渣渣差点喷了出来 姐 太直接了 桑田轻轻撞了公九一下 眼神示意 直播呢 咱稍微含蓄点 别给妃子有机可乘的机会 公九冲他一个wing 放心 我不是骨头 不可能让每条狗都追着我跑 当然这内涵的就是那些键盘侠们 直播间顿时炸开了锅 冷血无情功武神 对得漂亮 公九拽什么拽 都给他道歉了还想怎样 当自己多大的瓦尔摆这么大 对于魏安然的能屈能伸 公九懒得搭理 闷头继续吃自己的饭 男人见状 只好转变目标看向博一白 博一白也没搭理 天头看向公九 还有些粥 再吃点 好 正好还没吃饱呢 公九直接把碗递过去 博一白起身去成州 魏安然在他身后处着 他眸也不抬 冷漠倒 麻烦让让 魏安然心里气得要死 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是吧 自己都低声下气到这份上了 结果他们还是不肯接纳 于是不管不顾的跑了出去 嘴里大喊着 这波节目不录了 孙小小这事走了进来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是来道歉的 怎么又要退出节目了 龚老师 总导演在镜头外队里面小声招手 龚老师昨天的事 你看能不能就算了 节目才刚开始 这要忽然没了个嘉宾 影响可不好 总导演语气还算柔和 显然是准备打温情牌了 龚九那么到 我什么时候能决定嘉宾去留了 导演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 导演又看向了博一白 您帮我劝劝吧 我听龚九的 总导演无语 也是没想到博一白会那么维护龚九 节目组能怎么办 魏安然要走是他的事 其他人怎样他也左右不了 龚九看着总导演 笑容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其实呢 我觉得昨天那场事故归根究底 节目组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总导演呼吸微致 下意识朝后退了两步 保持警惕 导演 为了嘉宾之间的团结 为了维护咱们节目正能量的宗旨 你说节目组是不是该 他下巴一扬 抬起右手 食指拇指并母 极为鸡贼的搓了搓 总导演欲哭无泪 心想当初为什么要请这个办案 不一会 龚九再次出现在直播里 手里还高举几张红绿票子 桑田眼睛一亮 我的姐 你去打劫节目组吗 不不不 龚九摇头 节目组良心发现 觉得咱们之所以闹矛盾 全因为规则太苛刻 这是补偿 江云生也欢喜 不过看到钱的数量吧 有点耐人寻味 250也不少了 等没钱了 咱们就顾忌重演 再吵一架 孙老师 以后表演的事就交给你了 保持你浮夸的演技 下次眼泪可以再多一页 孙小小此刻内心极其复杂 龚九你把我当赚钱工具再使呢 谁浮夸了 总导演不客气的翻了个白眼 土匪成你这样的女明星 我也是头一次见 赶紧到 仅此一次啊 没有吓唬 我一白似笑非笑的看着龚九 下次换个套路 我配合你 白酒CP果然是真的 爱了 只有节目组和其他粉丝都满是疑问 博神 你怎么了博神 你醒醒 接下来一天都是自由发挥 节目组没有安排 当务之急事先解决下 生存必需品的紧缺 另外就是几个小朋友 居住环境的问题 采购的话只能去最近的县城 要先下山 然后坐小巴车过去 大概20分钟的样子 一行人商量好一致同意 小孩子也跟着一起去见见世面 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难 桑田 江云生 孙小小这三人一看就是很少运动 这下个山就剩半条命了 几个小朋友平时上学都是走的这条路 那是如履平地 也就龚九和薄一白完全没被影响 走的是剑步如飞 桑田喘着气 一看前面 更加垮着个脸 我比不过九姐和宝老师就算了 居然连小李军都比不过 龚九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村里80岁的太婆们也这么走 你这是上不如老 下不如小 桑田苦着个脸 我是有君好吧 我的姐你能别无差别攻击吗 旁边的江云生和孙小小也表示有被内涵到 龚九淡淡道 不然怎么叫世界上另一种生活 不知怎么的 桑田几人心里一梗 小朋友们脸上全是要进城了的喜悦 桑田低下头 小声道 等节目录完 咱们出钱把这条山路修了吧 不一会 去县城的小巴车来了 第一件抓下的事就来了 付钱的龚九居然发现 摄影们的车票他也要付 最后的活动经费只剩下了30 别哭丧着两个 钱没了再赚就是了 嘉宾们也很猛圈 你知道小九要去干什么吗 江云生冲伯一白问道 后者摇了摇头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 不知道 跟着他走就是了 你倒是异常相信他 江云生意味深长看着他 伯一白一直盯着前方那道生意 语气很随意 因为他比你们都聪明 且能干 江云生很不服气 昨天饭是我做的 嗯 电饭包蒸米饭 真能干 观众们也表示无语 博神原来这么毒舌的吗 等一行人到了地方后 就见露天公园里 搭建了一个户外闯关的赛道 龚九指了指 只要拿下第一名我们就有钱了 刘颖帝和黑亮女星参加综艺 竟跑来户外闯关赚外快 重点来了 第一名奖金一万 桑田兴奋地握住龚九的双手 九节你赶紧报名去 第一名咱们赢定了 一万啊 咱们后面几天不愁吃穿了 孙小小却指了指不远处 那边电子屏上写的规则 好像是得以家庭为单位啊 个人不行 也就是说最少得两个人 怕什么 不是还有保老师吗 桑田理所应当地把博一白举荐了出去 保老师有问题没 没问题 龚九却皱了皱眉 你不行 哈哈哈哈 众人没忍住 但还憋着笑 既下盘不行直接变成不行了是吧 博一白微微侧头 眸光微闪 俊美的侧脸上多了几分压迫感 我怎么不行 龚九对上那张灰暗的脸 表情严肃 你感冒了 男人微微愣了一下 前一刻的压迫感 瞬间消失不见 只留下唇角微微上翘的弧度 保老师感冒了吗 桑田诧异 姜云生也奇怪 你居然会感冒 我一白微微笑道 世人都会感冒的 而且他这是在担心我 龚九抿了抿唇 昨天在山泉水里抛了那么久 又把衣服给了他 大晚上吃着上身 再去草丛里帮他找衣服 不敢冒才奇怪 不过九姐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和江岛都没察觉 因为我观察入微 桑田撇了撇嘴有些不满 天心 不见你观察观察我 观察了呀 龚九歪头指向他 早上没洗脸吧 桑田表情顿变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博一白开口道 感冒问题不大 初初汗运动下正好有助恢复健康 而且除了我 其他人也配合不了你 龚九环顾了一圈身边的老弱病残幼 不得不默认这事实 他下意识看向博一白 保老师这脸容易引起骚动 必须要换身装备 龚老师也彼此彼此 就这样他们强行征用了摄像们的围巾和墨镜 两人下半张脸都用围巾挡着 鼻梁上架着墨镜 的确看不出五官 不过龚九妈 他那一身花衬衣红棉袄 黑丝长袜配上花围巾和墨镜 完全就是个乡村精神小妹的济世感 桑田首先忍不住 肚子都快笑破了 龚九却表示你们根本不懂解高端的审美 随后被博一白给强行拉走了 这节目叫冒险大闯关 有一万奖金的诱惑 来参赛的人可不少 龚九看了眼大屏幕那边的排名 第一名的通关时间是五分三十秒 你觉得咱们多久能通关 三分钟 好像久了点 博一白微微笑道 那就控制在两分钟之内 龚九点头 这还差不多 早点拿到奖金 咱们还能去逛逛街 排队期间 就听到爷俩在谈论他们综艺的事 还差点因为孙小小和龚九 闹矛盾的事吵了起来 龚九站在旁边不敢作声 这是吃瓜吃到自己身上 还好他们没看直播 不然这身非主流的装扮 认不出才有鬼 大叔是龚九的粉丝 博一白忽然问道 大叔点头 一嘴的娇言为普通话 龚九那女娃子人长得又乖 打人骂人又凶 我家婆娘也是那样的 这才是真辣妹子 兄弟你也追星望 墨镜挡住了男人眼里的笑意 博一白偷瞄了眼龚九 轻闻了声 龚九用拳头抵住男人 轻声咳了咳 大叔瞬间一副懂了的表情 暧昧的看着两人 哎呀小姑娘别吃醋 你男朋友他追龚九 你可以追 追那个叫博一白的吗 那娃子长得才叫好看哦 龚九哭笑不得 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大叔择了声 有点鄙视的看着博一白 小伙子你不行哦 努把力早日脱单 博一白低笑了声点头 好我努力 只有龚九有些无语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认不出我就算了 怎么还当齐悦老来了 关键还是乱点鸳鸯谱 不一会 轮到龚九和博一白了 两人的身影出现在现场的大屏幕上 主持人拿着话筒过来 一瞧着二位身上的装备 直接愣了下 秉承着专业态度 他没让自己笑出来 二位怎么称呼 孙小 云生 顿时台下的孙小小和江云生 差点气得半死 你干嘛不直接念我名字的了 怎么想他俩都是故意的吧 主持人明显也愣了下 嘴角抽了抽 忍着笑 例行询问 咱们栏目要求以家庭为单位 所以二位的关系是 龚九和博一白对视野 眼神示异 你懂我的意思吧 受到 两人一口同声的回答 姐弟 夫妻 A9夫妇参加户外闯关 俩人毫无默契可言 姐弟 夫妻 一口同声的回答了两个关系 桑田捂住脸 完了 出师为洁身先死 江云生也哭笑不得 他俩事先都没对过口供吗 孙小小表示报名费能退吗 主持人这回是真没憋住笑 到底是姐弟还是夫妻啊 龚九果断白白手 生怕再次出错 你来 快要成夫妻的姐弟 所以二位是姐弟恋 呃 不是 龚九很无奈 夫妻就很离谱 姐弟恋就更离谱了 博一白拿过话筒 回答得游刃有余 彩礼不够 他闹脾气呢 主持人恍然大悟 看来两位来参加比赛 是直奔奖金来的 不过先不说能不能得第一 一万块彩礼还是少了点吧 看着这 直播间弹幕飘起 博神说他们是夫妻 我磕死 而这时 博一白语气波澜不惊 彩礼第二 比赛低 主要是向他证明下我体力能行 现场已经轰然大笑了起来 桑田一脸佩服 不愧是影帝 又能演又能吹 江云生表情怪异 我觉得他最后这句没准说的心里话 可为什么听上去那么无视自慰 桑田小声道 可能是因为今天过后 全国都知道了有个叫云生的男人体力不行 还知道一个叫孙小的乡村非主流 此刻两人已经汗流加倍了 等两人再度出现在镜头时 主持人也不废话 直接开始 两人看了彼此一 下一刻 众人只见两人的身影 搜的一下消失在眼前 现场一片哗然 所有人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开什么玩笑 这两个人脚底下是踩了风火轮吗 这是来玩游戏的吗 这是来砸场子啊 警察叔叔我要举报 现场有两个外星人 公九全程没有半点停顿 那是如丝般顺滑 眨眼就到了第四关 甚至没有助跑 直接朝锤直高墙飞跃而去 抓住绳索两三下就冲到了高台上 他偏头一看 灯顶的刹那 我一百也出现在高台 速度竟是不慢于他 两人一起按下了通关键 所有围观群众只觉得头皮发麻 一开始还以为是两个倔强青铜 结果是两无情王者 这是开挂了吧 居然15秒就通关了 桑田下巴都快掉了 不断摇头 他俩是人吗 同样是腿 我怀疑他俩的构造和我们都不一样 江云生清晰了口气 眼里也有诧异 没想到小九那么厉害 居然比一百还快 我姐比保老师快不是很正常吗 桑田作为头号酒吹绝不服软 保老师这么快 才是让人意外好不好 这男人真是又行又快呀 然而直播间表示摄谎警告 众所周知 男人 行 快 这三个词语放在一起会出问题 现场主持人也已经快疯掉了 能问一下二位是什么工作吗 你们这也太专业了吧 都不给其他人活路 孙小女士一脸平静 就平时爬爬山 摇摇花手 跳跳科目三 云生男士略微沉吟 多扛扛摄影机 此刻听到这话的三人 只有桑田忍不住了 两人表示 已射死 误Q 有事烧纸 龚九和薄一白的第一名是无庸置疑 那么两位冠军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没有 龚九摇头 主持人略显尴尬 那领奖前能让大家看看你们的样子吗 现场群众都很好奇啊 不行 龚九拒绝得毫不犹豫 万一被坏人盯上了多危险 所以二位蒙面参加是为了安全起见 主持人都快忍不住骂出来了 就一万块钱你以为自己是中了六合彩了 不然 现场骚动了起来 龚九耳朵动了动 发现下方群众有些激动 不少人对着他和薄一白指手画脚 他看向薄一白 比了个手语 暴露 薄一白受到暗示 回了的他手语 霍水冬意 龚九竖起大拇指 机智如你保老师 台上主持人一头雾水 不知群众们为何如此激动 手里的话筒忽然被拿走 下一刻 龚九的声音响彻整个现场 快看那边 女神孙晓晓 旁边的是桑田和江云生导演吗 三人请客被人群包围 你这是死平道不如死道友 牺牲好朋友造福你二人了 台上 龚九忽然牵住了男人的手 保老师 咱们快走 男人微微有些发愣 龚九缓缓将他拉走 保老师 我们先去干件重要的事 怒目睽睽之下 白九夫妇竟然公然卖队友 请客间 三人被人群包围 而台上 哪还有龚九和薄一白的人影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 朝后方大楼的对角处过去 而现场在保安们的努力下 嘉宾们也得到了保护 节目组摄像们知道已经被卖 干脆也不藏了 与电视台这边的导演商量了下 嘉宾们都上台去 大大方方的与观众们打声招呼 孙小小 桑田 江云生站在台上 莫名生出一种 在被当众鞭尸的羞耻感 尤其是当卖队友的两人返回时 三人前所未有的团结 曹公九和薄一白投去了谴责的目光 齐刷刷朝旁边挪了三大步 与他保持距离 现场群众和直播间都笑疯了 主持人这会儿也激动得很 今天的冠军 不用我说名字 大家也知道是谁了吧 现场一片沸腾 许多人大喊着 公九和薄一白的名字 两位还不把围巾和墨镜摘了吗 主持人试探地问道 公九镇定地摇头 闷声发大财 有钱了要低调 主持人表示 全国都知道你公九赢了一万块奖金了 还怎么低调啊 公老师还真是风趣幽默 主持人话还没说完 公九就猛地摇头 不不 我是孙小 公九是谁 不认识 薄一白甚至非常配合地靠了过来 大家好 我是云生 现场和直播间再度笑疯 打死也不承认自己是谁 丢脸的就只有孙小和云生 只有台上的三人组敢怒不敢言 没好气地盯着他们 现场折腾到最后 公九和薄一白也没露出正理 迅速离开现场 才当离开 公九和薄一白就被三人围在中间 桑田摩拳擦掌 三人笑容里透着危险 我就想问 奖金到手了吗 公九这才得意地除去一身装扮 展示出转账记录 没烧一条 那必须到手了 欢呼吧 孩儿们 桑田此刻故不得恨了 不进公九怀抱里 抱脸狠狠亲了一口 我的姐 我唯一的姐 大可不必 九姐无情地将人推开 钱到手了是挺好 不过 现在认出咱们的人有点太多了 江云生皱了皱眉 小朋友也还在 一直被人这样围着多少不太方便 放心 我和保老师有办法 公九冲他们一眨眼 不知怎滴 被卖三人组预感不妙 甚至有点想跑 下一刻 他们从批发市场溜了出来 身后的围观群众已被甩掉七七八八 摄像们都在无嘴憋笑 镜头内 被卖三人组齐刷刷的乡村碎花山配萝卜谱 脚踏老年不斜 搭配着两个土味十足的麻花便 头顶草帽 桑田捂着脸 江岛陷入了沉默 孙小小已然自闭 三人确实跟老太竞争感激没啥区别 至于公九 已然鸟枪换炮 将一身山寨黑色运动服穿出了奢侈品高定的气质 看着自己的杰作 公九摸着下巴感慨 机智如我 保老师觉得如何 国一白看了眼三个土贼 眼底笑意深藏 严肃道 今年的时尚爆款有吗 直播间也是笑不活了 太损了 损到发指 白酒一出 一命呜呼啊 接下来就是疯狂大采购 大家都买了自己需要的衣物 就剩下生活用品还没有买 要不先把午饭吃了 下午分头行动去采购 比较节约时间 毕竟太晚了的话 天黑了上山那段路不太好走 那边是在做什么 看上去好热闹啊 桑田指着不远处的人堆 鹅庄 好像是个吃鹅的地方 他说着吞了口唾沫 鹅好吃吗 你没吃过 公九看向他 桑田摇头 孙小小忽然冒了句 好吃 就是太凶 江云生偏头看向他 有时候还是觉得他还是挺接力气的 嗯 大鹅最凶了 村里的大黄狗都被他追着打 几个小朋友点头道 我还被鹅给拧过 他老爱着人屁股 公九直接带队 不愧是村霸了 那今天咱们就为明初害吃他了 到了店门口后 就听见一个店老板模样的男人 拿着喇叭大声吆哼 鹅庄十周年店庆啊 菜品一律八折 套鹅大活动 首次免费 套中就是赚到了 就见旁边的长栅栏里 有几十只大白鹅走来走去 在栅栏一米出花涌线 站在线外朝栅栏丢圈 桑田嘀咕着 满地都是圈 也没见谁真套中鹅了 商家真够鸡贼的 他套圈的收益 估计都要赶上他饭馆半天的盈利 江云生笑了笑 很聪明的营销手段 既拉了客 还能赚钱创收 公九看了会热闹 疑惑到 很难吗 我觉得很简单啊 桑田一言难尽 姐 咱别说大话 这些鹅又不是傻的 他们会躲呀 再说那圈这么小 完全是商家小把戏 不如抓紧时间去干饭 江云生下意识地看了眼薄一白 你觉得呢 如果是接受过特殊训练的 应该没问题吧 我一白低头看向公九 好听而又温柔 想玩吗 公九试了是手上的圈 玩玩吧 反正第一次免费 送到嘴边的免费大鹅 不吃白不吃 庄老板竟公然挑衅公九 他们这一群人本就奇奇怪怪 店老板早就注意到他们了 下意识把他们几个当成来捣乱的 尤其听到说他这是商家的小把戏 说话也有点不客气 如果真套得到 那就是你的本事 咱店没二话 免费请吃 看样子刚刚他们说话是把人得罪了 结果公九却朝老板走了过去 语气无比诚挚 真的只要套上 就全归我们吗 店老板阴阳怪气道 归你 前厅里套得上 五十块十个圈 不讲价 那就好 公九彻底放心 多嘴问一句 您家这鹅 市价卖的话多少一只 咱家这鹅可不便宜 市价都是六七十一只呢 你还有啥问题没 套不套啊 老板有些不耐烦了 公九也没在废话 嘴里嘀咕着 这几十只鹅怎么带走也是个问题啊 店老板听到这话 气得要死 心想着 死女娃子吹牛皮不打草稿 你有本事全给我套中 全套中了我叫你爹 薄一白站在公九身后 眼里藏着笑 我陪你一起吧 好啊 那我先花二百满四十个圈 店老板笑录着八颗牙 等着看好戏 两人拿着圈 朝鹅群里一丢 鹅儿们脑袋一缩 哦吼 一次没中 比想象中好玩点 公九笑了笑 好玩归好玩 还是认真点 薄一白轻声道 眼着笑语 不然一会儿几个小朋友可要哭了 几个小朋友还真是一脸肉疼的架势 两百块啊 对他们来说可是大数字 公九一看这情况 也不再玩了 放心 一会儿这些鹅都是咱们的 店老板也毫不掩饰 呼吱笑出了声 比了个倾的姿势 莫废话 你套嘛 我看你能套上好多 直播间里 粉丝们都表示老板真有点嚣张啊 不过都不敢相信公九能套中 毕竟是个技术活 然而下一秒 卧槽 轻轻松松套中一只鹅 紧跟着 栅栏里的鹅像是被点穴了一般 十次出手 命中绿酒 这几下 把桑田都看呆了 公九却一副镇定自若的表情 语气淡淡 有点人生寂寞如雪的遗憾 真是一群呆头鹅呀 都不知道躲 哎 老板 你怎么还上手呢 老板脸已经垮了大半 拿起扫帚把驱赶那些呆头鹅 让他们赶紧活动起来 规则也没说不让鹅动起来啊 有本事你们在讨 旁边的群众也发出嘲讽的嘘声 公九倒是不在意 老板 先前的话还算数吧 套中多少都算我们的 老板倒也不信了 套 只要你套的着 就见公九一次性拿出十个圈 对着鹅群就是一撒 围观群众都表示 这次肯定一个都套不着 可下一刻 明明村伴们都在动 那十个圈也是随手抛出来的 却愣是稳稳当当的套住了十只鹅 老板僵硬的微笑仿佛和关节脱臼 扫帚尴尬的举在半空中 看公九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头妖孽 公九得意的回头 对着老板灿烂一笑 这一幕被镜头完美捕捉 哈哈哈哈 公九一笑 生死难料 农村有公九 全给你带走 老板要哭了 忽然好心疼老板 他擦着头上的冷汗 忍不住开口了 重复套中的鹅不能算了 只能算一只 这样啊 公九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与其该死的惩治 老板你太好了 居然还提醒我 我剩下这二十个圈 差点要浪费一半出去 公九竖起大拇指 真诚赞美 老板良心上家 是个好人 直接发了个好人卡 薄一白眉稍微条 意味深长的看了眼公九 好人卡这东西 似乎他也收到过 现在细评起来 这妮子发出的好人卡 横看树看不像是夸人的呢 公九刷啦啦十个圈又出去了 命中率百分百 到现在为止 刨开那些重复套中的 已有二十五只村 罢成了九姐的囊中之物 老板孤独的脸了 这要再套下去 真的全没了 老板一脸苦涩 我错了 小本买卖 姑娘你真别套了 你这再套我这就真没了 剩下十个圈 我把钱退你成不成 公九有些忍俊不惊 行 那剩下十个圈我不套 我看你今天亏挺多的 我心里也有点过意不去 不过 做生意嘛 诚信为本 你看我有二十五只鹅 刚你说的市价七八十一只 咱们有缘 我给你打个八折再某个零头 算你六十一只 怎么样 老板此刻是崩溃的 最后 公九还是没能如愿以偿的 把鹅给卖出去 非但卖不出去 老板甚至连生意都不愿做他们的 让他们带上鹅赶紧走人 众人看着那二十五只村吧 略敢头疼 咱们去采购 身后跟着一群鹅 这场景是不是太美妙了点 江云生也是苦笑不已 之前是高兴过头了 要不 把鹅卖了 这提议出来 小朋友们都是一脸失望 还是带回村吧 剩下要采购的东西也不多 留下一两个人就好 其他人可以先回去 不过 你们有人会赶鹅吗 几个小朋友面面相去 纷纷摇筒 虎口村里不富裕 谁家也没养过这么多鹅 正这时 孙小小默默举起手 我会 所有人齐刷刷看向他 难以置信 你会赶鹅 随后众人决定 桑田和孙小小两个女生 带着小朋友和鹅儿们先回村 主要两人的体力最差 至于公九三人 则先去把剩下的大剑给采购了 结果一听是送货去虎口村 谁都不愿意去 实在是没人愿意遭罪 你去拎电视就好 薄一白轻轻推了下公九 准备把最重的留给自己 公九下意识摇头 别 我怕保老师你一会闪了腰 薄一白眉烧青挑了下 目光沉沉盯着他 你觉得我腰不好 你觉得我腰不好 薄一白的话 公九鬼使神差的响起 昨夜月光下那美男出狱的场景 特别是水珠划过男人 棱角分明的人鱼线 他眨了眨眼 余光透瞄男人 好是好 但男人嘛 还是得保护好腰 观众们集体蹬不住了 包神又是颜面扫地的一天 忽然姜导就感觉自己的存在好多余 小九你别这样 姜云生捂着脸 给我留点绵绵 我没有说姜导你要不好 公九有些疑惑 姜云生苦笑 你是没说 你们把重的都分配完了 显得我很弱 公九和薄一白一口同声 不弱吗 姜云生表示说实话就过分了 早知道我还不如去挡了 姜导别哭 咱不和不是人的区别 才刚出发不久 摄像老师就急匆匆地打来 怎么了 刚打电话来说 桑老师他们路上出了车祸 人没事吧 人没事 车也只是被刮了下 但孙老师被打了 孙小小被打了 公九意识到不对 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是额跑了 结果就碰到了小混混拦路抢额 听到这 姜云生第一时间 就给在户外俱乐部的姜瑞泽发去了短信 此刻姜瑞泽实际已经不在那边了 听到他们出事 也是第一时间赶过去 与此同时 一个混混式的男人 指着孙小小骂得不停 手里抓着大哥的脖子 俨然一个地痞流氓模样 他身后还有三个男人 五十单单的盯着孙小小他们 桑田扛着机器愤怒不已 见对面还在嚣张 忍不住对回去 大男人打女人 你们算什么东西 还抢我们的鹅 还敢录像 妈的把摄影机关了 听到没 孙小小蹲在地上 一副受委屈的模样 小朋友围在旁边保护着他 别和他们废话 咱们直接报警 混混头子文言还是一副凶相 老子怕你报警 你说这个是你的 就是你的 有什么证据 刚刚那死婆娘还把我抓出血了 要说打人也是他先动的手 别以为老子不懂法 老子是正当防卫 孙小小文言 直接站了起来 气得浑身发抖 甚至想冲过去 桑田赶紧抱住他 咱们现在打不过他们 一个瓜婆娘你在凶 老子等会儿弄死你 那混混头子指着孙小小 一副老子社会人脾气 大不好惹的架势 你要弄死谁 女人冷静的声音从后响起 孙小小等人下意识回头 桑田就好像看到了救星一般 看着闪闪发光的三人 那几个小混混走了过去 孙小小下意识看着他 公九瞥了他一眼 伤员就去旁边谢着 又来个臭娘们 长得还挺好看的 你要干嘛 干嘛 公九挑起的眉梢瞬间压了下去 声音骤沉 干嘛 公九的行事准则 尊老爱用 爱护粮食 末日时代 谁敢抢口粮 那是堪比杀父之仇的大罪骨 煞时间 就看到公九飞了出去 两步起跳 对着围首的小混混 劈头盖脸就是一巴掌 框框框的能把人脑花都给删成豆花 四个混混眼貌精心倒在地上 鼻血长躺 脸都快肿成猪头了 公九打人的架势又凶又狠 众人都被震住了 愣是不敢上前 唯独郭一白比较冷静 将摄像老师的设备给抢了过来 对着镜头比了个虚的手势 眼中带着笑语 你们什么都没看见 下一刻 直播被无情的中断 明星感额途中被小混混欺负 公九开启默示女战神模式 刷刷刷的流氓们统统鼻青脸肿 薄一白拉住女人的手腕 低沉的嗓音裹着笑语 再打这几个家伙可要尽安心了 公九毫不慌张 眉梢微斩 放心 我下手有轻重 国一白摁了声 掏出手帕帮他擦着手上的血子 手都脏了 下次对付这种人用脚踹 公九点了点头 我记住了 国一白看着女人一脸严肃的样子 唇角不由一勾 仔细温柔地帮他清理手上的血迹 边上的人都已经看傻了 整了半天保老师 你不是怕他把人打死 才过去拉架的 你们还傻着做什么 额都要跑没了 公九看向桑田他们 表示疑问 桑田看了眼那四个 昏迷不醒的抢劫犯 我的姐 你这一出手 简直了 这会儿都有点可怜起这些混混了 人生都要有阴影了吧 而这时 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的江瑞泽终于赶到 抓着他 仔细打量着女人 而桑田却一头雾水 他清晰口气 幸好没受伤 那什么 好巧啊 刚好路过 你们怎么都在这里 虽然不知道男人怎么在 但众人表示不信 桑田直接就要揭穿他 说实话 你的演技还需要提高 什么演技 我是有事来找我哥的 江云生也没揭穿 但眼神已经表明一切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抢劫犯自然上交给警方 虽然但是 这几个人更像是被抢的 汪天化日这四人当众抢劫 殴打受害者 事后不小心摔了一跤 昏迷不醒 江云生点头 不但如此 他们还出言不逊 口头威胁 这些都有记录 是他们认识的博颖帝和江岛吗 龚九表示同意 那四人就叫做贼心虚啊 这点赶量还敢来抢劫 没摔死 也算他们走运了 啊这 这三个人 是魔鬼吧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 看向旁边六个小朋友 表情有点为难了 哦吼 忘记这些祖国的花朵了 几个小朋友却喊着 四个坏蛋 活该摔跤 干坏事有报应 活该他们走路不看路 龚九有些意外 小声道 完了 好像交坏小朋友了 他们跟郑苗红 交不坏 博一白看向他 声音不觉宠命 打击犯罪 人人有责 孙小小看着他 内心五味杂陈 害自己丢大脸的是龚九 站出来帮自己出头的也是他 一句谢谢也让他有些不习惯 以后我也不闹别扭了 尽量配合团队 龚九看了他一会儿 开口道 鼻血先别擦了 说完 握住孙小小的手 孙老师 发回你演技的时刻到了 等会在警察叔叔面前哭得撕心裂肺点 不然哪来的说服力 我相信你的演技 孙小小一口气憋在心口出不来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去他娘的感动感激感谢 龚九你可做个人吧 等一切结束后 孙小小这才仔细看起了自己的脸 虽然医生说了没有事 但毕竟靠脸吃饭 怕留下疤 伤口处理过了吗 江云生小心地坐了过来 已经用毛巾敷过了 孙小小有些意外 男人突然地关心 演员对这些可不能马虎 我帮你处理一下比较保险 说着认真的擦起了药 如果疼的话 你就告诉我